唐金燕带着紫云黄前往千五殿 针对长青阁的行动正在酝酿之中 而长青阁已经降临大洲国名胜之地小星湖 每天给出的接诊与拜访名额不超过百人 先到先得 小星湖上正在排着队伍 来自大洲各地的救伤舞者 以及一些天骄都想着登临长青阁 且不论那神庙的单一之术 仅仅是长青阁都是一件惊世骇俗的神器 诸多强者都想登临神器 一睹这神器的非凡 长青阁顶的亭子里 李璇悠然而作 素灵秀给他捏着肩膀 师傅 我正准备修炼参悟出来的炼丹术 需要一些特殊的主才练手 需要你老人家帮帮忙 你师傅我 可没有什么天才地宝给你 李璇摇摇头道 不是天才地宝 我想师傅帮我凝聚一些天地灵机 天地法则之力了 我要用天地灵机作为主才 修炼新的炼丹术 素灵秀笑嘻嘻地道 行吧 李璇点了点头 素灵秀要修炼的炼丹术 正是他参悟出来的 天地神炉炼丹术 他准备以天地灵机和天地法则之力 作为主才 练习天地神炉炼丹术 而炼制出来的丹药 灵域那些至强者 见了都要眼红 谢谢师傅 素灵秀开心不已 他取出几个小瓶子来 这是用来储藏天地灵机 与天地法则之力所用 乃是方号炼制出来的 蕴含着静置 可以封锁灵机与天地法则之力 李璇抬手一抓 天地灵机在他手中凝聚 不断地注入一个个小瓶子里 连天地法则之力 都能抓取凝聚而来 天地灵机更是不在话下 素灵秀将瓶子塞住 封锦开启 将天地灵机牢牢锁在瓶子里 又取出几个小瓶子来 李璇抬手一抓 天地法则之力凝聚而来 每一个小瓶子里 都注入了一丝法则之力 之所以每个瓶子 都只注入一丝 是担心法则之力太多了 素灵秀掌控不住 毕竟他第一次以法则之力练丹 而且是用来修炼新的练丹术的 谢谢师傅 素灵秀兴奋不已 将小瓶子收起 迫不及待地去练丹了 至于来访的舞者 自然交由十二三人接待 月儿忙着给他打下手 没有空理会这些杂事 至于彩琳儿 与李璇侍女无异了 一直都是在伺候李璇 甚至开始学习 怎么制作美味的灵膏之类的吃食了 长青阁非洲阵法已经开启 想要登陵长青阁 只能从门户里进来 而且需要获得允许才可以 十二与孟叔叔 直接在入口处给舞者诊疗 甚至不让进来了 没有伤在身的 直接让离开 该霸道的时候 就该霸道 长青阁有这个底气 哄 骤然之间 长青阁非洲的一处 专门为素灵秀准备的炼丹室里 传来了轰鸣之声 仿佛什么炸开了 嗨嗨 月儿原本嫩白的脸上 都已经被熏黑了 咳嗽的时候 还有黑烟冒出来 小姐 周英吃了一惊 慌忙冲入炼丹室里 素灵秀头发有些凌乱 不过并没有受伤 一脸郁闷之色 既然炸炉了 月儿更是被焦黑的灵药熏黑了 周姨 我没事 素灵秀摇了摇头 取出另一个瓶子 准备第二次炼制 月儿凑了过来 手里拿着灵药 随时准备按照素灵秀的吩咐 将灵药投入其中 周英一见 只能退出炼丹室 她实力弱 一旦发生炸炉 素灵秀还要护着她 反而更危险 呼 素灵秀双手一挥 神圆化作一个丹炉 丹燕焚烧着 一缕天地灵机 背地投入丹炉 慢慢地将封禁灵机的禁止解开 碰 炼丹室里一声轻响 又失败了 素灵秀看着手里漆黑的丹药 这是一枚废丹 有些可惜地道 赤猫不在 不然这丹也不会浪费了 经过三次失败之后 素灵秀终于用天地灵机 炼制成功了丹药 她兴奋不已 而鱼儿更是兴奋 这意味着 她可以更快速 更轻松地凝炼天地灵机入神魂了 天地灵机其实无处不在 这些灵药也蕴含着天地灵机 否则不可能成为灵药 只是所蕴含的天地灵机 是非常稀薄的 品阶越高的灵药 蕴含的天地灵机越多 只是灵药一旦被摘取 灵机就会消散 必须想办法 在采摘灵药时 可以将灵药蕴含的灵机 彻底封锁住 不会消散 只有如此 才能依靠灵药 摄取其中的灵机 炼制出丹药来 素灵秀看着手里的天地灵机丹 若有所思地道 她可以找师傅 凝聚天地灵机来炼丹 若是无法凝聚天地灵机 岂非无法炼制 所以 需要找一个折中的方式 哪怕丹药效果差一些 但至少 能够不依靠强者协助 也能炼制出同类丹药来 至于天地法则之力炼丹 这个没办法 必须要靠强者协助 凝聚天地法则之力才行 不一定要靠山 兴许可以靠阵法 布置阵法 凝聚天地法则 素灵秀沉映了一下 决定让方浩钻研一下 如何以阵法 凝聚天地法则 长青阁外 排着长长的队伍 其中不乏大周国的天骄 以及身份不俗者 竟然被如此慢待 心里自然有怨言 但十二与孟叔叔 充耳不闻 李玄继续投入五道大业中 神通五点上 又增加了一门神通 破虚境之上的境界 理论框架进一步完善 肉身五道的后续修炼功法 已经有了修炼的方向 且编出来了一重 你徒弟许言 明悟会渐进修炼之路 你突破会渐进 大道经书翻开 金光涌现而出 李玄不由的一正 玄疾就激动不已 如此玄乎地会渐进 如此难以明悟地见到第三境 许言竟然已经找到了 修炼的方向 这一刻 他见到突破第三境 玄之右玄的意境浮现 这就是会渐进啊 李玄心里感叹 不愧是自己编出来的 见到第三境 玄乎而不可思议 修为没有突破 然而见到踏入会渐进 实力却又有了巨大的提升 一念之间 小星湖上一柄水箭凝聚而成 这柄箭仿佛有了灵质一般 仿佛天生掌握了水之剑道 小星湖的一处岸边上 一名八九岁的小男孩 正在手持一柄箭挥舞 嘴里喃喃着 我要做第二个许言 我也要做剑道强者 小朋友 你很喜欢剑道吗 骤然之间 一道声音传来 小男孩抬头看去 顿时瞪大双眼 一脸震惊之色 在他面前 一柄水箭树里 甚至扭动着剑身 剑柄上仿佛有一张口 正在说话 能说说 你为何喜欢剑道吗 你 你是 你是什么 小男孩有些吃惊 却并没有被这一幕吓跑 我是水箭呀 掌握水之剑道哦 那你可以教我吗 可以是可以 你先说说 为何喜欢剑道 我偶像是许言 我要像许言一样 将来去赌林宗山门挑战 小男孩兴奋地道 不错 不错 有志气 来握着我 带你领悟剑道 水箭满意地点头道 小男孩兴奋不已 上前双手握住了水箭剑柄 带着水箭回家去了 结果小男孩刚回到家 便发现 家里正在爆发战斗 原来是仇家找上门来了 他的父母正在竭力抵抗 但已是伤痕累累 这儿 快逃 他娘一剑 顿时慌乱地叫道 我不逃 你们都给我死 小男孩手持水箭冲了上去 冲向其中一个敌人 小朋友 跟着我的感觉走 带你走入剑道的世界 水箭的声音传来 小男孩这一刻 心神仿佛进入了一个 玄妙的意境中 不是他在用剑 而是剑在传他剑道 杀 细细柔柔的剑光 宛若涟漪荡漾 柔软如水 却蕴含着凌厉的杀法 不过瞬息之间 所有敌人都被斩杀一空 小男孩沉浸在 剑道的玄妙之中 而他的父母 已经惊呆了 慧剑之妙 李玄心里感叹一声 凝聚了一把水箭 然后将水箭放了出去 结果 水箭带一个小男孩 进入了剑道的世界 开启了他的剑道天赋 十几年后 这淋浴会出现 一位剑道天骄 心情大好的李玄 抬手一抓 天地法则之力凝聚而来 被他随手凝练成了 一枚法则之丹 给你了 随手就抛给了端上来 一叠灵高的彩莲 谢谢前辈 彩莲一正之下 激动不已 慌忙接过法则之丹 纳入了神魂之中 细细参悟 慢慢练化 越发为自己的决定 感到明智 果然留在高人身边 才是最大的机缘 李玄拿起一块灵高 放入嘴里 点头道 味道不错 彩莲一听 心里更坚定了 一定要多学几手 制作点心的手艺 只要前辈吃得开心 随手一点赏赐 便是莫大的机缘啊 彩莲儿退下 参悟神魂礼法则之丹了 而李玄喝着灵茶 吃着灵高 继续自己的五道大宴 李玄骤然抬头 撤去了非洲阵法 师父 我回来了 长青阁外 梦冲带着紫韵踏步而来 看着长青阁 一脸惊奇之色 这就是师弟炼制出来的非洲 当真是神奇 紫韵拜见前辈 紫韵恭敬地行礼道 嗯 李玄点了点头 这姑娘估摸着 会成为二徒席了 抬手一点 当初赠送给紫韵的玉符 被他注入了一道神通 谢前辈后赐 紫韵欣喜地行礼道 当初遭遇围杀 若不是梦冲出手 他就要激发这枚玉符拼命了 不过这枚玉符的威力如何 他也不清楚 大抵是可以震杀恋神天人 如今前辈加持了玉符 以后遇到至强者也不惧了 梦冲正准备带紫韵 去素灵秀叙旧 他突然眉头一挑 刀骤然出窍 抬头看向半空 冷哼一声道 赶来此放肆 他正要一刀出手 李璇却是笑着开口道 梦幻只是泡影 你这小姑娘 是五天难说的新梦柔吧 半空之中 依稀浮现的梦幻之相 却是骤然破碎了 一道倩影降临 他一脸震惊之色 看着亭子里悠然而作的那一道身影 新梦柔 他从太淼宗而来 只因为亚荣告诉他 许言来自内域 新梦柔首先想到的 便是血灵子 难道他没死 许言是其徒弟 所以他亲自来 长青阁一探究竟 我以为你是血灵子 原来是我想差了 你是来自内域 新梦柔平复一下心静说道 内域竟然有这等强者存在 是也不是 李璇笑得神秘地道 咦 梦冲突然诧异 看着新梦柔 仿佛看到了杜玉英的影子 插一道 杜姑娘是你的后人 新梦柔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梦冲 心里大为震撼 灵狱两大妖孽天骄 竟然都是对方的弟子 不 还有一人 长青阁的单一仙子 坐吧 李璇指了指前面的椅子说道 谢前辈 新梦柔坐下了 撤去了一身梦幻般的力量 显露出了真容 美艳无双 绝代佳人 李璇心里感叹 新梦柔的功法不简单 如梦似幻 非常强大 同镜者稍有不慎 便会陷入梦幻之中 甚至分不清梦幻与现实 难怪武天南 曾对他赞誉有加 自称整个灵域 唯有新梦柔 是他的对手 李璇也有些明白了 许言找到了灰剑之路 恐怕与新梦柔的 这梦幻有关 此来为何事 李璇淡然地问道 一 许言说 我在他师父面前 只是一只蝼蚁 二 想要看一看 来自内域的强者 是否是曾经的一位故人 新梦柔也不隐瞒 他是一个直言快语的人 那此刻觉得如何 李璇微微笑着 神秘气息若隐若现 新梦柔深吸一口气 道 前辈深不可测 哪有什么深不可测 我不过一普普通通的 闲散之人罢了 李璇摇头笑着 神秘气息消失 他宛若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然而 越是如此 新梦柔越是大受震撼 越觉得他深不可测 彩琳儿没有继续参悟 与炼化法则之丹 而是走了过来 在李璇一般伺候着 给新梦柔蒸了一杯茶 新梦柔看着他 心里大为震动 你的神魂里 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法则之力 彩琳儿刚刚在参悟法则之丹 尝试着炼化 所以这会儿 有一丝丝法则气息透露而出 使得新梦柔感应到了 他神魂中蕴含的法则之力 是前辈赏赐给我的 彩琳儿一脸荣幸之色地说道 新梦柔心里震惊不已 天地法则之力 也可以赐给人 不值一提的东西罢了 李璇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抬手一抓 天地法则之力被射取了过来 凝聚成一枚枚法则之丹 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 满脸不在乎地道 你若是需要 拿去便是了 新梦柔已经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了 随手扒拉一下 一枚枚天地法则 凝练成丹丸 这是何等手段 吴公不敢领前辈赏赐 新梦柔平复一下震惊的情绪 恭敬地说道 李璇眉头一挑 这新梦柔心性不错 而旁边的彩琳儿就差多了 看到桌子上的法则之丹 眼睛都不眨一下 完全一不开目光 能来此也是机缘 无需客气 李璇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多谢前辈后赐 新梦柔沉吟了一下 取了两枚天地法则之丹 道 两枚足矣 李璇点了点头 随手一挥 余下的法则之丹 被他扔给了肃灵秀 让徒弟慢慢钻研去吧 彩琳儿一脸失望之色 贪多嚼不烂 李璇哑然一笑地说道 彩琳儿贪心了 彩琳儿羞愧地低下脑袋 新梦柔沉吟了一下 恭敬地问道 晚辈修炼之舞蹈 不知道前辈可有指点 他已经走到了灵域之巅了 想要再进一步 太难太难了 不过 有了法则之丹 倒是距离下一个境界更靠近了 李璇微微一笑道 是梦时即梦 是梦时也非梦 梦幻亦现实 现实亦梦幻 如幻如真 是梦非梦 是真非真 一顿玄之又玄的指点之后 在新梦柔若有所思 又有些猛逼的眼神中 李璇最后说道 若你能明误此中玄妙 便可走出属于你自己的道 超脱你所修武道之法的智骨 届时的你 也可说是某一道的祖师了 至于新梦柔能否做到 李璇并不在意 能够做到 那就是全靠自己这个高人的指点 做不到 那就是他悟性不行 把握不住机缘啊 不论如何 自己都不亏 尽显高人风范 当然 他那一番玄乎的指点 并非没有根据的 也是有些理论在内的 新梦柔心里大为震撼 越是琢磨 越觉得前辈的指点玄妙非凡 仿佛蕴含天地治理 若是当真明悟 似乎真的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武道 我修炼的武道 乃是太淼神术 古往今来能修炼成功者寥寥无几 而我也是太淼宗近十万年来 唯一修炼成功的人 若是我能明悟前辈的指点 将会超脱太淼神术之外 走出堪比太淼神术 甚至比太淼神术更强的武道 新梦柔心里想着 他在太淼宗地位超然 根本原因便是因为 修炼成功了太淼神术 这一门神妙非凡的武道之术 一想到如此 新梦柔站起身来 恭敬地行礼道 新梦柔败谢前辈指点 嗯 李玄点头 既然不是敌人 能来此 得见自己这个高人 获得一些机缘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况 杜玉英是新梦柔血脉 怎么算也有点渊源了 得了指点 获得了法则之单 又确认了许言的师父 当真是绝世高人 而飞血灵子之后 新梦柔没有逗留太久 便告辞离去 他要回太淼宗 参悟前辈的指点 新梦柔一走 彩莲也回去继续参悟 与炼化法则之单了 紫玉与素灵秀相见 自然免不了一番叙旧 素灵秀给月儿介绍了彼此 三女就凑在了一起 素灵秀继续在炼制丹药 不过多了一个人打下手 那就是紫玉 梦冲拜见师父后 讲述自己的在灵狱的闯荡 以及一些武道感悟与收获 长青阁外 一名青年走来 随着他的出现 原本排队的众多舞者 全都让出了位置 在下向明茂 前来拜访单一仙子 十二抬头看了一眼青年 紫衣长袍 竟显高贵之气 看似随和的神色 却是依然无法完全掩盖 其身藏的傲慢 来自大洲皇室的天骄 虽然对方身份不俗 可能是大洲皇室的某位皇子 或者是王子 但十二不以为意 素灵秀现在忙着呢 哪有空见外人 阁主今日没空 改日再来吧 下一位 向明茂眼神有些怒火 自己堂堂大洲皇室 九脉之一 紫王一脉的世子 下一任紫王继承者 竟然被如此轻慢 不过 他没有当即动物 毕竟长青阁有些不俗 于是又开口道 凡请你通报一下 就说大洲紫王柿子 来拜访单一仙子 向明茂心里憋着一股怒气 他何曾如此低声下气过 都说了没空 别说你是紫王柿子 就算是大洲皇来了 也不见 十二翻了的白眼 继续道 下一位 向明茂脸色顿时铁青了起来 而在他身后排队的众舞者 这会儿吓得慌忙后退 哪敢上前 心里也是震惊不已 这长青阁的管事 也太狂了一些吧 直言大洲皇来了 但一仙子也不见 这可是在大洲境内啊 难道就不怕 触怒了大洲皇室 放肆 在向明茂身旁的 一名中年男子 当即怒吓一声 你一长青阁吓人 胆敢如此狂妄 胆敢轻溜大洲皇上 你好大的胆子 哄 这强者的气势爆发 向着十二镇压去 杀 在十二身前 一层光滑荡漾而出 紫色的雷光环绕 这是触发了 长青阁非洲的防御大阵了 长青阁非洲的大阵 虽然是方号不知炼制 不过李璇也随手 增强了一下阵法的威力 哪怕是心梦柔 都无法破开 长青阁非洲的阵法 除非灵精消耗殆尽 无法支撑阵法开启 十二老神在在 忽然不在意对方发飙 反而掏了掏耳朵 道 实话实话而已 今日就算你大洲皇来了 在此闹事 你尽管出手试试 这一刻 十二终于体会到了 一些强者的快乐 比如许言 人人都说他狂 但人人都承认 他有狂的实力 原来 狂是这么爽的 十二心里感叹着道 向明茂与护卫 看着荡漾而紫色雷光 不由得双眸一凝 传闻长青阁乃是一件神器 今日一件果真如此 不要失恋 向明茂皱起眉头 看向自己的护卫 看似呵斥地道 是 世子 那名护卫 当即收起了气势 既然单一仙子 今日不见客 那小王明日再来 向明茂笑着拱手道 明日 明日来也没用啊 依然不见外人 十二面无表情地道 向明茂忍着一股怒气 但没有发作出来 而是问道 不知道单一仙子 何时有空见客 我怎么知道 我又做不了主 十二翻了个白眼道 那模样 看得向明茂 险些差点情绪失控 黑着脸转身离去 今天心情不好 常青阁今日不接诊了 十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直接开启阵法 关闭了接诊门户 转身就走 心里却是爽得不行 我虽然不是强者 但也体会了一把 强者的快乐 向明茂之事 只是个小插曲 没有人在意 正如十二所言 哪怕大周皇来了 也见不到苏灵秀 向明茂吃了闭门羹的事情 在小星湖传开 大周舞者们都在等待着 向明茂这位子王一脉的世子 大周皇室天骄之一 是否会咽下这口气 隔了一天 向明茂又来了 这一次接诊的是梦叔叔 十二修炼去了 在下大周子王世子向明茂 前来拜访单一仙子 一边说着 一边将一个盒子递了过去 一点成夜 还望收下 梦叔叔打开盒子看了一眼 一株神品灵药 不过神品灵药见多了 也就没有觉得多珍贵了 今日阁主忙着炼丹 没空见客 一边说着 一边收下灵药 又取出一个小小的瓶子 这样的小瓶子 只装一枚丹药 这是一枚回生丹 疗伤丹药 纵然是炼神天人根基损毁 都能够恢复过来 看在你成意满满的份上 就低价卖给你了 一株神品灵药 购买一枚回生丹 已经给足大周皇室面子了 孟叔叔是这么认为的 向明茂却是并非如此认为 心头怒火快要压抑不住了 自己身为子王柿子 大周天骄 走哪里不是万众簇拥 结果 又吃闭门羹 单一仙子何时有空见客 向明茂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暴怒的心 冷静下来问道 这可说不准 孟叔叔沉吟了一下 说道 只有等阁主钻研丹药结束 闲暇之时才会见客 在此期间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单一仙子在钻研丹药不见客 可以理解 于是 向明茂耐着心问道 不知道单一仙子 何时会出关 我怎么知道 你可以每天来问一问 能不能见到 全看你的机缘了 孟叔叔有些不耐烦地道 那我明日再来 向明茂只能离去 一日 向明茂又来了 这一次接诊的是周英 在下 不见客 不待他说完 周英直接打断说道 向明茂脸色胀红 额头轻轻凸起 就要忍不住怒火了 便在此时 许颜回来了 直接迈步走入常青阁 向明茂一看 再也忍不住怒火了 他为何可以进入 却将本世子挡在外面 你们常青阁 这是在蔑视我大周皇室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许颜回头看了一眼 大周皇室的天骄 实力不弱 凝练了一缕天地灵机 不过这点实力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一巴掌就可以拍死的 连动手的性质都没有 转身离去 向明茂气炸了 你特么什么眼神 如此不屑 如此轻蔑 你常青阁在我大周境内 敢敢如此狂妄 蔑视我大周 真以为 向明茂心态彻底崩了 然后 他看到常青阁里 一名美若天仙的少女 兴冲冲地跑了出来 迎向刚才那人 兴奋地叫着 大师兄 你回来了 然后 他又看到了另一个美女 紧随着出现 兴奋地迎向那名男子 最后一道紫衣身影 出现在眼里 紫蕴 清王府的紫蕴郡主 那个下等之地的女子 紫蕴 她虽是清王府郡主 却并非我大周皇室血脉 一个下等之地的女子 你们让她进入常青阁 而拒绝我这个大周皇室添娇 你们常青阁 当真狂妄 你们这是 蔑视我大周皇室 这是在蔑视我紫王一脉 这一刻 向明茂彻底暴怒了 狂吼了起来 常青阁里 许言回来了 素灵秀几人高兴地出来迎接 结果就听到了常青阁外面 一道愤怒的声音狂吼着 紫蕴抬头看去 诧异地道 他怎么来了 你认识 素灵秀诧异地问道 大周紫王世子 与我清王府不大对付 那家伙凹得很 没少被地里排挤我 说什么下等之地人 不配如大周皇室 玷污了他的大周 清王自甘堕落之类的话 紫蕴一脸愤愤之色 又有些鄙夷 原来如此 不用管他 让他在那里发疯好了 素灵秀恍然 把周英叫了回来 直接开启阵法 然后 师兄弟妹几人 自顾自地团聚须旧去了 连声音都屏蔽了 哄 向明茂气疯了 与护卫一起出手 轰向了常青阁非洲 素灵秀懒得理会 曾经也并非没有人 打常青阁非洲的主意 甚至有一名 某超然灵中的至强者出手过 向明茂一出手攻击 触动了非洲的防御阵法 一道紫色的雷电 轰然而来 不好 向明茂的护卫脸色大变 身形一动 挡在了向明茂身前 道 柿子 你快逃 哄 他全力一击轰出 挡下了紫色雷电 但浑身都在冒着黑烟 向明茂神色大变 身形疯狂后退 怒吼道 常青阁好大的胆子 这是在挑衅我大周 哄 又一道雷霆暴射而来 那名护卫怒吼一声 全力出手 却依然在这一道雷霆之下 被轰杀了 整个小星湖都震动了 所有舞者都震惊不已 常青阁竟然敢对 紫王世子出手 这是 在挑衅大周皇室啊 尤其是在大周地盘上 大周启会咽下这口气 向明茂也是心惊胆战 未曾料到 对方竟然丝毫不顾及 他的身份 直接下杀手啊 慌忙逃离 生怕迟了一步 就被轰杀了 小星湖轰动了 大周皇室一名致强者 竟然被常青阁击杀了 而大周皇室天骄 紫王世子 险些被杀 狼狈逃离 消息传出 大周各大势力 都震惊不已 这是 在挑衅大周皇室啊 常青阁当真好大的胆子 难道如此自信 可以抵抗住 大周皇室的报复 原本准备来常青阁拜访 甚至来求诊的舞者 顿时吓得不敢再前往了 都在观望着 事态的后续发展 而这些风波 不论是素灵秀 还是许言 梦冲 都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一个凝练了 天地灵机的至强者而已 死了也就死了 又不是第一次杀之强者了 紫韵有些担忧地道 大周皇室很强的 会不会有麻烦 当然 他虽然有些担忧 并没有觉得会存在危险 而是觉得 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而已 小事一桩 是他自己攻击的 还不能反击了不成 素灵秀不以为意地道 没错 若是大周皇室不服 我去赌他皇宫大门 打到他服为止 许言点头赞同道 紫韵折舌 这才想起来 许言可是前几年 就赌千五殿山门挑战的猛人 如今实力显然更强的 不可思议了 长青阁非常热闹 许言讲述自己 在大川州的经历 以及斩杀了 千五殿的掌刀长老 将从千五殿的冷绝刀 以及另一件神器取了出来 送给孟冲道 师殿 你看这刀是否合适 孟冲掂量了一下 道 这刀看着虽然不错 我还是用师弟炼制的刀 更衬手 不过也能用得上 我琢磨着弄个刀阵出来 见识到了大师兄的见证之后 孟冲也动了心思 琢磨起了刀阵 长青阁里热热闹闹 而千五殿山上 千五殿主等一众长老 神色凝重无比 许言来自内狱 孟冲也是来自内狱 如此说来 许言与孟冲的背后 难道是血魔 血魔之祸 乃是灵终的心头刺 三落三起 仿佛杀不死一般 若真是血魔东山再起 那必然更危险 懂得隐藏自身了 懂得谋而后动 培养出了如此妖孽的弟子 超然灵宗也该聚一聚了 通知雷云山庄 御灵府 太淼宗 大周相家 共商大事 千五殿主 目光冷冽地说道 是 掌刀长老 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讯息了 他心中有些不安 难道出了意外 是许言杀了他 还是许言背后之人 若是掌刀长老真的陨落 千五殿主倾向于后者 这才几年而已 许言绝无可能 具有杀掌刀长老的实力 灵狱某处 云端之上 千五殿主手里 提着一人而来 雷云山庄庄主 御灵府府主 太淼宗宗主 大周皇室 来得乃是子王 你通知我等来此 所为何事 雷云庄主沉声问道 天交争锋之事 就按规定进行 我太淼宗不会支持违反规矩的 太淼宗主沉声说道 天交争锋之事 于太淼宗而言 既然是新梦柔作的决定 谁也无法更改 并非此事 千五殿主沉声道 我怀疑血魔归来了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是 神色一变 此言当真 子王神色一惊地问道 血魔绝无可能归来 我师叔当年已将其击杀 太淼宗主冷声说道 冷冷地看向千五殿主 你有何证据 此人 是在上次灵狱之门开启时 从内狱而来 目前已知的消息是 许言来自内狱 孟冲来自内狱 常青阁也是来自内狱 他们是同门中人 千五殿主提起紫云皇 陈生说道 玉陵府主与子王 看向紫云皇 陈生问道 此言当真 紫云皇神色惨白 心肝都发颤 事到如今 还如何能隐瞒 许言确实来自内狱 孟冲也是来自内狱 他们在内狱是天骄 无敌的天骄 他们是师父 乃是高人 神秘高人 千五殿主陈生道 内狱下等之地 你我都应该清楚 除了西年 遁入内狱的血魔 哪里来的高人 许言背后之人 必然是西年血魔无疑 玉陵府主与子王点头 神色凝重无比 除了血魔 内狱何曾有高人 绝无可能 血魔早已死了 我师叔亲自埋葬的 许言与孟冲来自内狱 此时我师叔也知晓 曾探查过了 绝非血魔 太淼宗主摇头道 雷云庄主神色凝重地开口道 我雷云山庄 与长青阁有些来往 曾求诊丹一仙子 曾见过那一位 我认同太淼宗主所言 他绝非血魔 而是 天尊 说到最后 雷云庄主声音低沉 道 天尊之来由 有何目的 不是你我可以窥探的 此时 我雷云山庄不会参与 玉陵扶主几人神色一变 惊声道 此言当真 九成把握 雷云庄主郑重地道 竟然不是血魔 千五殿主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神桥开启在即 若真是天尊 你们还是谨慎一些 天尊之怒 你们可承受不住 太淼宗主转身离去 血魔已死 无庸置疑 天尊之势 慎重为上 子王沉映了一下说道 玄疾也转身离去 若当真是天尊 能够无视某些规矩 而逗留内狱 灵狱 此天尊之实力 乃至身份都不简单 此事 到此为止吧 玉陵扶主也转身离去 千五殿主脸色阴晴不定 有些不甘 提着紫云皇返回 半路上 随手将紫云皇扔了下去 阴沉着脸 返回千五殿 只是半途突又折返而来 在紫云皇惊恐的目光中 一击将紫云皇彻底灭杀 尸骨无存 杀完人之后 千五殿主回到了宗门 一众长老围了上来 与血魔无关 但 千五殿主将天尊的猜测 说了出来 一众长老全都暗自震惊 殿主 若真是天尊 他在内狱所为何事 还有 许言出自内狱 其在内狱是否存在关联之人 我们 一名长老阴险地开口道 嗯 正有此意 千五殿主点头 此事不能泄露 秘密而行 你们两个去开启淋浴之门 进入内狱一趟 点了两名长老说道 是 殿主 那两名长老点头 唐金燕如何处理 掌剑长老沉声问道 杀了吧 一名长老开口道 留着 兴许还有些用处 千五殿主沉吟了一下说道 接着 丁主被派去内狱的两名长老 道 记住 不是去杀人的 是抓住软肋 只要抓住了软肋 终有用上的时候 只要许炎的软肋在我们手里 他越妖孽越好 越强越好 两名长老露出笑容道 殿主所言即逝 千五殿主让人带 唐金燕主仆二人来 一进殿门 千五殿主手一挥 唐金燕的丫鬟 瞬间被轰杀 尸骨无存 唐金燕顿时脸色惨白 满眼金句之色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放心 不杀你 千五殿主淡然地说道 此事 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一分 否则你与水星宫 飞灰烟灭 是 是 唐金燕疯狂点头道 行了 水星宫依附千五殿 你回去吧 等候吩咐即可 千五殿主挥手道 是 谢谢上宗大人 唐金燕惊喜不已 水星宫有了千五殿坐靠山 谁敢得罪水星宫 至于长青阁肃灵秀之事 他没敢询问 从千五殿主的态度来看 显然是涉及了 林宗的隐秘之事 大周皇都 子王将此行之事 禀告给大周皇之后 刚回到王府 便得知向明茂险些被杀 而护卫更是直接死了 向明茂狼狈逃了回来 父王 他们这是 挑衅我大周皇室啊 这是挑衅我子王一脉 动用我大周强者 灭了他们 向明茂双眼血红 愤恨地说道 是谁 子王沉声问道 长青阁 向明茂咬牙切齿地道 好好 好长青阁是吧 真以为我 你说长青阁 子王正要发怒 忽然一震 沉声问道 是 父王 向明茂点头 子王沉默了 长青阁的背后 疑似有天尊存在啊 这已经不是 他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长青阁之事 唯有陛下才能决定 非我子王一脉可以擅自而为 你不可妄动 否则容易为子王一脉招惹祸端 毕竟涉及到了一丝天尊的存在 此事已经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因此 子王神色严肃地盯着向明茂说道 父王 难道 向明茂心里一惊 长青阁的水如此之深 难道自己闯祸了不成 不必多说 此事 我会禀报陛下 如何应对此事 还要等陛下定夺 甚至于 子王盯着自己的儿子 沉声道 甚至于 是否需要赔礼道歉 都未可知 向明茂脸色大变 子王叮嘱他 不可离开子王府之后 便前往皇宫 将此事禀告给大周皇知晓 大周皇室的报复 并没有到来 似乎大周皇室浑然不知道 有一个至强者 陨落在了长青阁之手 就连子王府 也没有任何动静 这使得不少大周势力与舞者 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长青阁背景不简单 就连大周皇室 都不会因为一次小冲突 而展开报复 我就说嘛 单一之术如此神妙 岂会没有人心动 岂会没有林宗眼红 这长青阁 不得了 没错 其余超然林宗且不说 千五殿的无耻作风 岂会不动心 早就动手了才是 而长青阁自己逍遥自在 必然有其强大的底气 长青阁可是一件神器 极大超然林宗 哪一个有如此 不可思议的神器 大周舞者议论纷纷 原本正在观望的一些 势力与舞者 当即动身前往长青阁求诊 或求够丹药 长青阁自然又热闹了起来 几日的叙旧之后 李璇又趁机 指点了一下许言 将破虚境的武道之法 进行了更详细的完善 顺便提及了道则 是观下一阶段的修炼 为此还亲自动手 炼制了灵纸出来 将几条道则 撰刻在灵纸上 交给许言参悟 提前一步 为许言打下参悟 道则的基础 道则毕竟深奥玄妙 哪怕是撰刻几条图文 也非比寻常 一般的东西 根本无法承受住 所以 李璇才亲自动手 炼制灵纸 来承载转刻的 道则图文 我距离神渊镜 圆满只差半步了 也该为积聚底蕴 突破神通镜做准备 谢兄去了云天碧海城 我准备去一趟 将功法传给他 许言说出了 自己下一步的目标 传闻碧海有神物 若是可以得到 积蓄底蕴就简单多了 我会在天骄争锋 决战之前回来的 李璇知道 许言回来不会久待 闯荡灵狱几年 武道精进迅速 武道感悟也更多 许言哪里会哭作一地苦修 灵狱十八周 虽然还有好几个周 未曾踏足 不过许言决定去碧海了 一是寻找谢灵风 传他神异境之后的武道之法 二 也是为了寻找碧海神物 为蕴养自身底蕴 突破神通镜做准备 采灵儿来自碧海 你可以找他了解一番碧海 李璇点了点头说道 采灵儿这会儿派上用场了 他是海灵族 而且以采灵儿的实力 在海灵族里地位不低 师父 我知道了 许言迫不及待地 想要前往碧海了 当即就去找采灵儿 了解碧海相关之事 碧海辽阔 岛屿无数 目前是云天碧海城 与我海灵族共治 碧海灵物很多 也传闻有神物存在 最有名的神物 莫过于碧海神珠了 云天城主的树发之气 传闻就是碧海神珠 此神珠有一些神庙之处 似乎可以蕴养与壮大神魂 提升武道感悟之力 当然 我没有获得过 所以具体是否如此 也不确定 采灵儿知无不言 详细地介绍碧海的情况 碧海绝缘是兄弟 传闻神物都产自那里 我曾远远看过 太凶险了 没敢涉险靠近 别的地方有没有神物 我不敢确定 但绝缘有九成以上的可能 是存在神物的 不过 我劝你不要靠近 那里是真正的绝地 我海灵族遇水而行 碧海种族 都不敢轻易冒险进入其中 许颜点头 她记住了碧海绝缘 那里很有可能存在神物 至于采灵儿说的凶险 许颜自然不会贸然进入 不过她与灵域 舞者不同 手段更多 更玄妙 真身不入 神缘化身进入一探便是了 即便遭遇危险 也不过是损耗了 那一部分神缘而已 小事一桩 碧海 除了绝缘之外 还有其余一些凶险之地 但都远不如绝缘 存在神物的可能性 也大大降低 除了碧海绝缘之外 还有一处地方 也存在神物 只是非常难以找寻 传闻里面有碧海神珠的存在 彩铃儿人想了一想说道 碧海黑潭 是碧海一处特殊之地 若说凶险 其实也存在 因为深入其中 存在一定的几率会迷失方向 尤其是对于人族而言 危险就更大了 甚至会被困在里面 按照彩铃儿的说法 碧海黑潭并非真的是一处深潭 之所以名叫黑潭 是因为碧海有一处海域 漆黑如墨 宛若黑潭一般 进入其中 不但视线受到阻隔 无法看得远 就连神魂之力 探寻的范围也大大缩短 正因为黑潭的特殊 所以哪怕有神物 也不容易找到 全凭运气与机缘了 切记不可深入 否则恐有迷失之危 你自以为是向海上浮起来 实则是向下沉去 或者飘向另一边 而且 传闻黑潭里 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会袭击进入者 虽然大部分实力不强 但黑潭深处 未必就没有强大的存在 彩铃儿正色说道 许言点头 记下了这些个地方 去了碧海之后 都要一一探索 我曾经听海灵族 一位老前辈说过 黑潭疑似一处 古战场遗留 所以才会如此特殊 彩铃儿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接着 他取出一个晶莹的小海螺 以及一枚小贝壳 贝壳上撰刻着花纹 中间是彩铃二字 这是我的信物 如果有需要 可以吃我的信物 找海灵族相助 这个小海螺 你如果迷失了方向 或者想要打探去处 可以吹响这个海螺 如果附近有海灵 就会寻声而来 给你指明方向 许言接过海螺与贝壳 拱手道 多谢了 不用客气 彩铃儿一脸笑容的道 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 与前辈赐予的机缘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许言再次踏上了 行走灵域之路 此次他前往碧海 寻找谢灵风 也为了寻找碧海神物 梦冲摸着脑袋 带我游离完其余几个州 也去碧海转转 素灵秀也动了心思 他决定了 长青阁接下来的行程 一路往碧海而去 长青阁非洲腾空而起 前往大洲京城 大洲皇室没有任何动静 显然是知道李亏 没打算报复 李璇坐在亭子里 此刻只有梦冲在 大日不灭今生之后的 修炼之法 也该传给梦冲了 肉身舞蹈的后续修炼 也编了出来 师父 梦冲恭敬地道 大日不灭今生 你已经明误了 对于肉身舞蹈往后的修炼 你可有什么感悟 李璇点了点头问道 师父 我愚钝 对于大日不灭今生往后的修炼 没有什么感悟 梦冲挠了挠光秃秃的脑袋道 今日 为师便传你 大日不灭今生之上的修炼之法 李璇点了点头 对此并不意外 若是梦冲对往后的 肉身舞蹈修炼有感悟 岂非已经不需要他编功法了 谢师父 梦冲顿时惊喜不已 大日不灭今生已经强大无比 净显肉身舞蹈的彪悍 以他如今的实力 哪怕站着不动 凝炼了天地灵机的舞者 都无法伤到他分毫 即便动用神器 凝炼天地灵机的舞者 恐怕也只能给他造成轻伤 梦冲甚至怀疑 自己的肉身之强悍 已经快要堪比林宗的神器了 李璇神色肃穆 缓缓说道 大日不灭今生之上 是为大日星辰不灭体 一敲一星辰 星辰环绕大日 自有规律 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一重 星辰之相 深如大日 星辰环绕 大日不灭今生的后续五道功法 是为大日星辰不灭体 李璇经过反复琢磨之后 才最终确定了下来 这是为了后续的 肉身修炼方向打下的基础 一个今生俏学 便是一颗星辰 每一颗星辰 都蕴含一种玄妙 或是一种神通 如大日不灭今生一样 大日星辰不灭体 也是一共三重 第一重对应神相近 深如大日 星辰环绕 而环绕的星辰 乃是俏学星辰 沟通天地法则而成 为了让肉身舞蹈 一如既往的强大 且为了实现 肉身舞蹈的某个境界状态 李璇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 纵然如此 大日星辰不灭体 也只编出来了两重 第三重上 没有完善出来 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梦冲心头激动 仅仅是听师父的描述 都惊叹大日星辰不灭体的 强大与霸道 动念之间 今生如大日 星辰环绕 神威灵灵 每一颗星辰 便是一种玄妙 便是一种神通 唯诗传你第一重 你且记下 李璇开始传 梦冲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一重 这一重功法 同样编入了天地法则图文 便于参悟出 如何操控天地法则 如何以天地法则 修炼星辰俏学 一边传授梦冲功法 李璇看向大道经书 给出的信息 大日星辰不灭体 第一重 功法完善度 中上 境界衔接度 高 参悟难度 高 修炼难度 高 功法完善度 尽可能地维持在中上 境界衔接度 倒是提高了不少 李璇讲述了一遍 大日星辰不灭体后 又讲述了一遍 让梦冲彻底铭记下来 梦冲在细细参悟着 将功法彻底铭记 不遗漏一丝一毫 一句一字 等到梦冲将第一重功法 消化完毕 李璇开始传他第二重功法 大日星辰不灭体 第二重 功法完善度 中上 境界衔接度 中上 参悟难度 高 修炼难度 高 大日星辰不灭体 第二重 与第一重的 境界衔接度 李璇花费了不少时间 也才提升到了 中上的水平 不过也足够了 只要梦冲参悟出来了 大日星辰不灭体 第一重 自然也能参悟出 第二重来 中上等级的 境界衔接度 无非要多花一些 时间参悟罢了 同样的 大日星辰不灭体 李璇讲述了两遍 并且挑重点 又详细讲解了一番 让梦冲能够彻底 铭记消化 便传你大日星辰不灭体 二重骂 第三重 带你参悟出第一重来了 再传给你吧 以免你无法铭记 传完二重功法之后 李璇挥挥手说道 是 师父 梦冲恭敬行礼 便告退离去 找个地方沉淀一下 细细参悟一遍 彻底铭记下功法 避免有所遗漏 长青阁非洲 已经降临了 大洲皇都外 某处空地上 一座小庄园骤人而立 长青阁的阁楼 分外瞩目 长青阁来了 大洲京城 无数舞者等待着 大洲皇室的动静 长青阁直接来到京城外了 前不久在小星湖 击杀了大洲皇室 一名致强者 此刻又降临大洲皇都外 怎么看都似乎有挑衅的意味 虽然 众所周知 长青阁四方游荡 也许此来本就是计划好的 下一个目的地 然而刚在小星湖发生冲突 这会儿突然就来了皇都 难免让人猜测 是否故意来挑衅 这也就导致 长青阁虽然降临了 然而却没有舞者前来求诊 显得颇为冷清 都在观望大洲皇室的态度呢 这大洲皇都里的人是怎么回事 都没有受伤的舞者 或者 都对丹药不感兴趣 十二纳闷地说道 都在等大洲皇室表态吧 孟叔叔笑着说道 紫韵 大洲皇都有什么好玩的吗 素灵秀好奇地问道 应该有吧 紫韵有些不确定的样子 又说道 我与皇室那些家伙不熟 也懒得去讨好他们 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 不过 义夫对我倒是很好 我那个 王兄去了云天城 我也不知道 义夫为何送他去云天城 这样嘛 素灵秀沉吟了一下 说道 明天我们去黄都逛逛吧 毕竟是陵域唯一 不受林宗统御的王朝 我也想看看 大洲皇都有多繁华 小姐 进入大洲皇都 会不会有麻烦 周英担忧地道 能有什么麻烦 我也不怕麻烦啊 大洲巷家想要找死 那就去死好了 有师父在这里呢 素灵秀不以为异地道 周英一想 也有道理 长青阁最不怕的 就是麻烦了 这就是大洲皇都啊 林玉第一王城啊 来都来了 不去逛逛怎么行 李玄看向大洲皇都 也动了去逛一逛的念头 大洲子王 邪逆子前来向 单一仙子道歉 素灵秀几人 商议着去大洲皇都之事 骤然一道声音传来 子王 素灵秀诧异 这大洲皇室认怂 子王来道歉 那个向明茂 就是子王的儿子 子韵说道 原来如此 素灵秀点了点头 阵法开启出一道门户 道 进来吧 一身紫衣长袍的子王 身后跟着一个 低着脑袋的青年 走了进来 正是向明茂 见过子王 子韵行礼道 他如今也是大洲皇室成员 见到子王了 自然要行礼 不敢如素灵秀几人般 不以为意 子王点了点头 见过素姑娘 子王抱拳一脸欠一道 前些十日 犬子娇横 冲撞了素姑娘 因要是缠身 没有及时向素姑娘道歉 还望不要见怪 今日听闻素姑娘 驾临皇都 顾携犬子 来给素姑娘赔罪 说完 瞪了向明茂一眼 前些十日 我莽撞 冒犯了长青阁 冒犯了素姑娘 向素姑娘 道歉赔罪 还望素姑娘 大人有大量 向明茂心里 一百个不甘愿 然而 这是大洲皇的决定 他再如何不敢 也只能遵旨而行 否则子王 世子之位 恐怕都要不保 而看到子韵 站在素灵秀身边 心里又是嫉妒 又是不甘 但全都藏在了心底里 不敢显露出丝毫出来 向明茂一边道歉赔罪 一边双手 托着一个盒子 高举过顶 小诗一装 赔礼就不用了 素灵秀摇头道 一点赔礼 还望素姑娘不要嫌弃 子王却是笑着开口道 如此 谢了 素灵秀点了点头 周英上前 将盒子拿了过来 我大周陛下 遇设验款带素姑娘 不知素姑娘 可否有空应约 子王又开口说道 素灵秀直接摇头道 没空 我不喜欢参加宴席 虽然大周皇姿态很低 不过素灵秀 依旧摇头拒绝 既然如此 那告辞 子王点了点头 拱手告辞 带着向明茂离去 子王这么好说话 我可是听说 他霸道得很 子韵疑惑道 只是对弱者霸道罢了 遇到强者 自然就霸道不起来了 孟冲走了过来说道 子王很强 不过 孟冲并不怎么在意 以他如今的实力 不会弱于子王丝毫 真战斗起来 败的一方必然是子王 一日 紫韵带着孟冲 素灵秀 月儿与彩莲去了黄兜 十二与孟叔叔 周英 因为自感实力弱 万一出现变故 会成为雷坠 因此留在了非洲上 李璇此刻已经漫步在大周皇宫里了 心里感叹不已 不愧是堪比超然临终的底蕴 这实力不错 大周皇的实力 也是很强的 大周皇实力 固然若于心梦柔于五天南 而从五天南口中所知 实力比千五殿主 雷云庄主 玉陵斧主 都要强上一些 当然 大周皇明面上的实力 与千五殿主几人差不多 真不愧是帝皇 都是老鹰笔 喜欢藏一手 大周皇并非以功法遮掩自身实力 而是随身携带的一件神器 遮掩了自身的真实实力 宇州 郑国 千五殿的两名长老 悄然而来 直接找到了郑皇 带着郑皇来到了 开启淋浴之门的大殿 开启淋浴之门 此事不得传出去 但凡泄露一丝 杀无赦 千五殿长老 看向郑皇 与镇守大殿的两名舞者 沉生说道 是 上东大人 郑皇三人 额头都快冒汗了 这来的是超然临终的长老啊 大人稍后片刻 那两名镇守舞者 不敢怠慢 慌忙开启淋浴之门 开启一条缝便可以了 一名长老说道 动静不能太大 为了避免被人察觉 二人都探查了四周一遍 确定没有其余舞者存在 不会发现淋浴之门的开启 大人 可以了 一名镇守者说道 嗯 千五殿长老穿过大殿 满怀激动地前往淋浴之门所在 结果一出大殿 抬头看去 顿时呆住了 淋浴之门呢 原本淋浴之门所在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淋浴之门消失了 千五殿两名长老 看着原本淋浴之门所在 空荡荡的 哪里还有淋浴之门 一颗星都在颤抖着 头皮发麻了起来 郑皇也惊呆了 他只觉得浑身寒意 眼前发黑 整个人都快尾盾在地了 淋浴之门消失了 郑国的任务也就不存在了 那还如何保持独特的地位 如何继续有超然灵宗庇护 一想到如此 郑皇几乎要崩溃了 大人 我去看看 那两个混蛋 是否完成了开启 郑皇一边说着 一边疯狂跑入大殿 开启淋浴之门 全部开启 他沉声说道 两名镇守舞者 见郑皇神色不对 慌忙将淋浴之门彻底开启 郑皇确定 淋浴之门彻底开启后 这才匆忙穿过大殿 然而 原本淋浴之门所在 依旧空荡荡的 他眼前顿时发黑 双腿发软 淋浴之门 全开启了 一名千五殿长老 沉声问道 就连他自己 都没有发觉 声音在微微颤抖着 大人 全都开启了 彻底开启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郑皇贵服在地道 千五殿两名长老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心都在颤抖 淋浴之门 消失了 存在了无数岁月 连通内浴的淋浴之门 竟然消失了 这可是振动淋浴的大事啊 怎么办 此事不能泄露出去 回去禀告店主再做打算 只能如此了 两名长老 传音交流了一番 淋浴之门此事 你知我二人知 明白吗 一名长老 沉声说道 郑皇脸色惨白 点头道 大人 笑得明白 嗯 两名长老点了点头 若非郑皇比较特殊 杀了他会引起 其他超然灵宗关注 二人必然会杀了 郑皇灭口 回到大殿之后 淋浴之门关了 从今日起 没有千五殿之令 任何人不得开启淋浴之门 千五殿长老 沉声说道 是 大人 两名镇守舞者 慌忙关闭了淋浴之门 虽然觉得 两位大人来开启淋浴之门 这会儿又关上 有些不明就已 却是不敢多问 涉及这等强者的隐秘 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千五殿两名长老 带着郑皇离开大殿 又叮嘱了一番之后 这才离去 而一天后 郑皇以视察为由 来大殿巡视 直言镇守者玩乎职守 当场击杀了 更换了镇守者 这都是小事 郑皇不高兴 杀两个镇守者而已 谁也不在意 没有人知道 淋浴之门消失的事情 郑皇更是不敢透露丝毫 就连其余超然灵宗 他都不敢上报上去 否则他必死无疑 而千五殿两名长老 正急急忙忙地赶回千五殿 找到许妍的软肋了 已经控制起来了 千五殿主一脸诧异 这行动效率也太快了 殿主 大事不好了 两名长老 却是一脸沉重之色 出了什么事 千五殿主神色严肃了起来 是行动泄露被许言所知 不是 殿主 比这更大的事啊 说 何事 灵狱之门不见了 你说什么 千五殿主猛地站了起来 灵狱之门消失了 另一名长老沉重地补充道 消失了 灵狱之门 岂会消失 千五殿主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殿主 千真万确 两名长老神色沉重 将经过事无巨细 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目前 只有三人知道此事 镇守的舞者 应该已经被处理了 殿主怎么办 要不要通知其余几家 一名长老问道 千五殿主来回踱步 他依旧满脸不可思议 灵狱之门竟然消失了 如何消失的 为何会消失 自从上次开启之后 是否还有人开启过灵狱之门 千五殿主停下脚步沉身问道 没有 千五殿主又开始踱步 灵狱之门的消失 这是振动灵狱的大事 对于其余 灵宗世界而言 也许只是觉得 没了门户 前往内狱下等之地 然而 对于他们这些超然灵宗而言 却是知道灵狱之门的重要性 如今 千五殿主需要考虑的是 灵狱之门消失 是隐瞒下来 只当无事发生 还是通报给其余几大超然灵宗 若是通报给其余几家 这就暴露了 他们准备前往内狱的事情 此事一旦暴露 可大可小 毕竟牵涉到了许言背后的 疑似天尊的存在 灵狱之门消失之事 不可泄露出去 只当不知道 同时盯紧了其余几家 是否有人准备开启 灵狱之门 前往内狱 千五殿主 最终做出了决定 是 殿主 两名长老点头 其中一人神色沉重地问道 殿主 灵狱之门消失 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若是因此 不告知其余几家 万一出了事 千五殿主沉声道 神桥开启在即 天骄争锋 即将进入决战 那处地方 也到了该进入之时 许言的背后 疑似天尊存在 对方在内狱 乃至灵狱 所为何事 是否为了防范 灵狱之门消失 所出现的一些变故 这些都不是你我可以知道的 若是此事泄露 对方知晓 我千五殿提前发现且泄露 一旦对我等出手 如何应付下来 不论如何 都只当不知道 我千五殿没有牵涉在内 一切等神桥开启 两名长老文言心中一领 殿主说的有道理 是 殿主 我们明白了 千五殿主点头 沉声道 此事到此为止 抓许言软肋之事 不要再提 全力准备天骄决战之事 灵狱之门的消失 使得千五殿主心头沉重 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大洲皇都 素林秀几人在紫韵的带领下 四处游玩了起来 期间自然步伐 想要上来献殷勤的大洲天骄 全都无一例外被赶走了 而孟冲 也很快被人认出来了 刀尊孟冲 随着孟冲身份被人认出来 当即就有大洲天骄兴奋的 要来挑战 孟冲直接一拳 就将一名在黄都 颇有威名的天骄轰飞了 只是普通切磋 自然是没有下死手的 李玄在大洲皇宫里悠然自在 他行走在皇宫里 大洲的强者无人发现 皇宫里多了一位陌生人 许言曾在齐皇的后宫里 魔力心静 这大洲的后宫 远非边荒之地的王朝后宫 可比的 这大洲皇还是颇有眼光的 舞者跳的舞就是好看 这身姿 这柔软腰身 这高难度姿势 大洲皇修炼的法 乃是火之一道的功法 看来他火气一直都很旺啊 李玄坐在一处假山顶上 看着大洲皇的后宫嫔飞跳舞 不由地嘖嘖感叹 大洲皇体内 有一股炽烈的狂暴力量 修炼的乃是火之一道的功法 威力不弱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他火气比较旺盛 李玄在大洲皇宫闲逛着 又来到了大洲的点藏阁 他迈着悠然的步伐走了进去 虽然点藏阁里有至强者镇守 李玄却是浑然不在意 一步之间 天地其门悄然浮现 在镇守的舞者眼里 一切如常 未曾有人靠近 也未曾有人开启点藏阁的门进入 李玄漫步在点藏阁里 直上点藏阁顶层 那里珍藏的才是核心 才能看到他稍感兴趣的东西 在顶层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抬手一招 一本点记飞了过来 李玄就这么悠然自在地 观看着大洲的点藏 包括功法 密文等等 肃灵秀几人 在繁华的大洲皇都游玩 李玄在大洲皇室点藏阁里 悠然自在地翻阅着 大洲皇室的珍藏 而许妍 已经来到了陈州 他要找方浩 大师兄 方浩接到传讯后 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 身边跟着岳长明 四师殿 你这少盟主做得不错呀 许妍笑着说道 嘿嘿 还行 方浩黑黑一笑 如今虽然他只是少盟主 然而如今万世盟真正的掌舵人 其实已经是他了 随着传讯服出现 构建了新的传讯体系 随着传送镇布置 连通一座座大城 便利往来 陈州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 各地散修蜂拥而来 就连一些林宗 世家都想着在陈州建立分布 城与城之间 瞬间往来 传送镇之神奇 震撼了灵域 也冲击着林宗的统域里 东西南北往来便利迅捷 人流大了 陈州也开始变得更繁华 不过 所有人都知道 超然林宗 不会坐视万世盟持续壮大 无非在等待时机 在天骄争锋的决战中 击溃万世盟 甚至在酝酿着什么行动 纵然如此 往来陈州的各州舞者 依然络绎不绝 哪怕只是 为了体验一把传送镇的神奇 隐约间 陈州大有成为 灵域中心的趋势 师兄弟二人叙旧良久 许颜谈及了此次前往碧海 师弟 可有非洲 许颜问道 他此来 就是为了非洲而来 碧海辽阔 有非洲就更便于形势 行程也能更轻松 大师兄此去碧海 探寻宝物 必然要进入海中 我给大师兄炼制一艘 可以顿入海中的非洲 方浩沉吟了一下说道 如此正好 碧海有几处地方 需要好好探一探 有非洲辅助 就便利多了 许颜文言点头说道 大师兄稍等几日 我将非洲炼制出来 好 许颜点头 方浩开始为许颜炼制非洲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顿入海中 在水下穿行 这需要好好构思一下 几天后 方浩手里拖着一艘淡蓝色的非洲道 大师兄 非洲炼制好了 此非洲可以顿海而行 具有避水 分水之能 还能够定方向 方浩介绍着这一艘非洲 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能 则是可以定方向 以及定位返航 以防迷失 这是定航珠 放在某地之后 若是迷失了方向 无法找到方向 可以启动非洲的定航阵法 便会返航回到定航珠所在的位置 方浩取出几枚拳头大小的淡蓝色珠子说道 许颜文言大喜 若是如此 在碧海黑潭里 也不用担心迷失方向了 不过 阵法也有可能受到干扰 距离越远 无法定航的可能性就越大 千里之内 定航之力最强 所以大师兄 还是要谨慎一些 方浩提醒道 明白了 许颜点头 阵法毕竟也会受到干扰影响的 黑潭干扰之力如何尚未可知 自然需要小心谨慎一些 这非洲既然能顿海 那便叫顿海洲吧 许颜首长拖着湛蓝色的非洲说道 师弟 天骄争锋之前 我会回来的 许颜笑着说道 我等大师兄 镇压灵域天骄的那一天 方浩笑呵呵地道 哈哈 灵域这什么天骄榜前四 我们包揽啊 许颜一笑 腾空而起 一艘仗许长的非洲浮线 化作一道蓝光飞盾而去 碧海啊 方浩有些向往地叹了一口气 自从进入万事盟 接任少盟主一位 他就注定了 没办法像师兄 师姐一般 逍遥自在了 羡慕你师兄的逍遥自在 无拘无束了 月长铭笑着说道 有点 不过很快 我也能做到的 方浩点了点头 万事盟 只是他五道路上的一个经历 而不会困死在万事盟里 灵域格局改变了 他就要放下万事盟的事物 走自己的奇门 五道之路了 如师兄 师姐一般 逍遥自在 行走四方 会舞天下 拜进天骄 我感觉 陈州会成为风暴之地啊 月长铭感叹一声道 传颂阵越是神奇 所带来的风暴 也将越大 如今的平静 不过是在酝酿中而已 一旦爆发 必然超乎想象的猛烈 再大的风暴 也不过是万事盟失败罢了 还能把我吹倒不成 方浩笑了一笑说道 月长铭点头 不论风暴多强大 无非万事盟失败罢了 谁又能奈何得了方浩呢 毕竟 有一位绝世高人做师傅 许颜坐在非洲的小阁楼里 给非洲添加了足够的灵精之后 便开始修炼 感悟自身五道 非洲化作一道淡蓝光芒 向着碧海所在的方向飞去 速度比寻常 炼神天人巅峰 还要快一些 某一天 非洲进入了云雾朦胧的天空之中 许颜睁眼看去 到乌州了呀 乌州 领域十八州之一 因云雾繁多而得名 也是与碧海相连的州 许颜准备从乌州入碧海 前往云天碧海城 找到谢灵峰 传给他功法后 便去探碧海黑潭与碧海绝渊 但蓝色的非洲 在云雾朦胧的天空飞射 没有丝毫停留 准备直接横跨乌州 进入碧海之中 此去碧海再回十八州 纵然不入神通 也必然神渊境圆满 许颜心里想着 若是此行顺利 获得碧海神物 突破神通之前的底蕴基距 也足够了 天骄争锋决战开启前 神渊圆满是必然的 希望能够基距足够底蕴 天骄争锋之后 当即就可以突破神通境 许颜琢磨了一下 自己若是入神通境了 别说灵域的天骄了 整个灵域除了师父之外 无人是自己对手 一人横推超然灵宗 都没有丝毫问题 若是基距足够底蕴 距离天骄争锋 也不差多少时间 那就天骄争锋之后 再突破吧 也不差那几天 许颜心里嘀咕了一下 当然 能否如愿在天骄争锋 决战到来前 基距足够底蕴 尚是个未知数 纵然顺利获得碧海神物 底蕴的基距 也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冰州 淋浴十八州中 人烟最为稀少的一个州 冰雪覆盖 积年不化 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白茫茫 甚至连清脆的草木都看不到 偶尔可见的植物 大都是白色 散发着淡淡的寒意 淋浴冰寒类灵药盛产之地 便是在冰州 若是偶尔在冰州之内 遇到非白色的植物 那必然是神品灵药 冰州有意灵宗 虽不入超然灵宗之列 却也是顶级灵宗里顶尖的存在 据闻存在 凌炼了天地灵机的至强者 静雪宫 乃是冰州统域灵宗 处于冰州深处 静雪山脉之中 静雪宫 乃是灵域少有的女子灵宗 上下全都是女子 无意难无者 而且据闻 静雪宫女子 静皆荣言绝利 兵姬玉骨 乃是冰雪之中的美艳花朵 冰州之寒 纵然是小天人舞者 也不愿在此生活久居 正因为如此 偌大的冰州 难见城池 难见聚居之地 静雪宫弟子 传闻大都是从其余州挑选而来 修炼的乃是冰寒功法 因而不惧严寒 甚至于在严寒环境里 更有利于修炼 静雪宫女子 美艳之名 在灵域小有名气 传闻曾有灵宗添骄 前往求取家人 偶有获得青睐者 报得美人归 曾经在灵域 偶有传闻静雪家人 美艳无双 冰润诱人 酷热天时 最是销魂 亦有传闻 修炼火类功法的舞者 取到静雪宫家人 可以体会到 冰火交融 冰火撞击的美妙体会 而随着这些言论传开 静雪宫为此大为不悦 自此之后 再也难有灵宗添骄 可以求取到静雪宫家人 昔年血魔之祸席卷 冰州也未能幸免 出现了一时的动荡 有血神教徒 基于静雪宫家人 爆发了一系列大战 随着血神教被覆灭 血魔顿入内域 冰州也从那时候开始 关注的人越来越少 关于静雪宫的家事 已含有在灵域流传 静雪宫宛若被其余周遗忘 仿佛进入了影视状态 而此时的静雪宫里 曾经的建筑早已消失了大半 唯有一座冰雪宫殿建立 而在冰雪宫殿四周 整个静雪宫里 竟是岔子千红 分外美丽 神品灵药栽满了静雪宫 冰雪宫殿深处 有一个黑色如漩涡般的洞窟 这个洞窟看似在地上出现 却给人一种并非地窟 而是天地间出现的一个窟窿 洞窟里有一种莫名的气息 隐约间洞窟仿佛在扩大 更甚至里面有着温润的暖意 冰雪宫殿之外 一名衣裳淡薄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男子 正在吞咽着一株神品灵药 这株灵药血红色 具有大补金血之神效 第九株了 又恢复过来了 应该可以撑得住了 男子俊朗非凡 风度翩翩 只是眼神深处 隐藏着一丝懊悔与恐惧之色 他抬头看向静雪宫 寥寥的乌语里 隐约可见风姿绰约的家人 每一个家人都各有特色 或身姿傲人 或小家碧玉 或温婉 或寒羞 这些家人 他都睡过了 十几年了 自从偶然得知一则传闻 以及一道消息 来到静雪宫后 他就没有消停过 隔三差五的 就不胜妖力 需要大补一次 此地家人众多 行走花丛之间 变长人间不同姿色 他最初很兴奋 而到了后来 变成了金句 再到如今 甚至有了麻木的感觉 因为 静雪宫里的所有美女 全都是一个人 她们的神魂 都是一个人的 甚至于 他怀疑这些美女的身躯 也是同一个人的 当然 仅仅只是怀疑 可能性不太高 但神魂同属一人 却是百分百肯定的 这些美女 也许就是曾经 静雪宫的弟子 长老等人 只是神魂意识 早已被吞噬 肉身被神魂寄居了 更令他惊惧的是 这同一个人的神魂 非常之特殊 与灵欲舞者 修炼出来的神魂 有着极大的差别 这里的美女 不但姿色各异 就连性格脾气都不相同 她每天都要应付 不同的性格脾气的美女 用尽了平生的手段 用尽了平生的花言巧语 才堪堪应付了下来 正当他松一口气 准备找个机会逃走的时候 幕后之人现身了 三年前 三年前他见到了 这些神魂所属 那个美艳如火 艳丽无双 更具有吸水之魔力的幕后之人 自此之后 就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之中 抬起手摸了摸脸颊 哪怕吞噬了神品灵药 依旧无法彻底恢复过来 脸颊微微凹陷下去 再这样下去 会被吸死的 男子难难自语 那种感觉虽然很销魂 而且死得也不会痛苦 反而是在快乐中死去 可以说得上是 最美妙的死法了 可是他不想死 脑海中浮现出了 那个温婉如玉的女子 温柔 善解人意 是他所欲女子中 最令他难忘的一人 我离去之时 你似乎怀孕了 我也想陪你 直到孩子出生 也想带你回家 奈何有此变故发生 我不得不提前返回 这一走 就陷入在此地了 你也许会觉得 我欺骗你吧 我真的没有骗你的 虽然我留情众多 但最喜欢的还是你 男子喃喃自语着 便在此时 冰雪宫殿里 传来了一声魅火无双 直入心魄的交调 沐沐 人家想要了 你快来啊 操 男子心里暗骂一声 也不能算是骂吧 毕竟很快就要付诸行动了 来了 我最爱的宝贝 男子脸上露出了宠溺之色 双眼近视激动 转身就走入冰雪宫殿里 冰雪宫殿里 冰雪之中 点缀着粉色的踏上 斜躺着一人 身无寸缕 肌肤仿佛与冰雪一体 就连发丝都是雪白色的 浑身上下晶莹雪白 见到男子进来 抬起一条美腿 竟显风光迷矣 美艳无双 足以倾倒无数男子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男子也被倾倒了 然而到了如今 他内心反而有了恐惧 却又不敢显露出丝毫来 此女 似乎不是人 当然 也不是海灵 毕竟她也是有一位 海灵红颜的 木木 你终于又帅回来了 这世间 就没有比我 沐千流更帅的人了 为了你浑霄体哭 也在所不惜 别说这种话 我怎么舍得你浑霄体哭呢 这世间最值得我留恋的 可就只有木木你了 啊 宝贝 你还是这么冰润迷人 这个男子 就是消失已久的沐家风 刘子沐千流 一天后 呜 木木 你都哭了 怎么办 这次把你吸得太狠了 沐千流此刻 形体哭搞 一副被掏空了的模样 脸颊凹陷 已不负俊朗帅气 双眼无神 眼眸深处 还残留着一丝恐惧 身躯微微颤抖着 嘴唇哆嗦着道 没关系 我很兴奋 我很快乐 死了也甘心 木木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怎么找快乐嘛 女子说着 一株株神品灵药 塞入沐千流嘴里 吃了好几株神品灵药 沐千流终于恢复了一点气息 然而依然形体哭搞 被掏空了的样子 坏了 伤到你本源了 神品灵药你吃多了 现在效果不明显了 女子皱起秀眉道 木千流挣扎着站了起来 披上了厚厚的灵衫 身躯颤抖着 双腿颤抖着 但她目光坚定地道 小事一桩 我采些神品灵药 去找个朋友 配置出大补之药 休养十天半月 就能恢复了 真的吗 当然 只是太冷了 宝贝 我出去了 怕被冻死啊 木千流双手抱歼地说道 这样吗 小问题了 女子抬手一招 在冰雪宫殿深处的 那个黑色漩涡里 飞出来了一枚石子 淡红色的石子 宛若烧红的铁块 不过却只有一股温热之意 你携带着这个 就不会冷了 木千流接过石子 揣入了怀里 激动地上前 与女子搂抱在一起 最后一一不舍地道 宝贝 等我回来 我们再站个三天三夜 嗯 三天三夜 太令人神亡了 女子点头 红润的脸上 竟是神亡之色 半个月 最迟半个月 我就会回来的 木珀 我等你 木千流走出了宫殿 又摘取了几株神品灵药 塞入口中 一路向净雪宫外走去 并且不断地摘取 神品灵药收起来 离开净雪宫所在的山脉之后 木千流回头看了一眼 眼神深处的恐惧 有些隐藏不住了 这里不对劲 危机 淋浴的危机 要在这里爆发吗 他目光坚定 一步一步离开 出事很慢 到了后来 直接腾空而起 向着冰州外而去 本源几乎好空 这次无法恢复了 没想到我木千流 会是这个死法 整个人都被吸干了呀 半个月 只有半个月时间 一旦超过半个月 他就会来寻找我 木千流心中想着 为了这次的逃离 从三年前开始 每次快被吸干了 他都借口外出 找宝物恢复为由 离开净雪宫 每一次最多半个月 他就会返回净雪宫 一次又一次 守信而回 终于使得对方 放松了监视 换来了这一次 逃离的机会 以往几次几乎被吸干 他都是用秘书 恢复自身的 秘书用多了 本源也就受损严重 这一次 再难以恢复了 必死无疑 他应该无法 离开冰州之地 只要离开了冰州 我就彻底逃脱了 他神魂之力 大部分意识与注意力 都在那个洞窟里 所以 这一次才没有发现 我本源近乎彻底干枯 无法再恢复了 否则 绝对无法顺利离开 那个洞窟 究竟是什么 当初净雪宫 发生了什么变故 目前流程思着 速度越来越快 疯狂向着冰州之外逃去 必须在半个月内 离开冰州 曾经 他进入冰州时 已经凝练了天地灵机 并且不止一缕 距离凝聚天地法则气息 只差半步而已 如此实力 在淋浴也属于顶尖了 结果 一丝抵抗之力都没有 那名女子 强大的可怕 甚至目前流都怀疑 对方根本就没有血肉之躯 我活不了了 离开冰州 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目前流心里叹息 净雪宫之事 太诡异了 一路疯狂顿逃 到了最后 甚至不惜动用一下秘书 速度暴增之下 终于在半月之期到来之前 逃出了冰州 目前流没有任何停顿 甚至他都不敢回木甲 生怕把灾祸带回了木甲 来到一座大城 找到了一处据点 将一份信交给此地的人 让其交到某人手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 目前流直奔御州而去 冰州 静雪宫里 一道倩影 骤然出现在了宫殿上方 眼神逐渐冰冷 骗我 你敢骗我 你敢骗我 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我待你如此之好 你竟敢骗我 你逃不掉的 我会找到你的 我最恨人欺骗我了 轰隆 某一刻 冰雪宫殿消融了 进雪宫里的那些女子 此刻全部急速离开 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在搜寻木千流 结果 自然是一无所获 该死 你该死啊 你敢骗我 你玩弄了我 就气我而去 我要包了你的皮 女子发疯似的狂叫着 轰隆 原本的黑色洞窟 此刻冒出了温热之气 一抹赤红之色 从黑色的洞窟里涌出来 四周的冰雪开始融化 温热之气不断扩散 向着整个冰洲蔓延而去 黑色的洞窟也在缓慢扩大中 冰洲进雪宫之变 黑色洞窟喷涌出赤红光芒 永不融化的冰雪都开始消融 这些木千流已经不知道了 她正在前往豫州 临死之前 见一见那个温热的女子 她要死在淋浴之外 进雪宫里的那个诡异女人 太可怕了 令她死都不敢死在淋浴 甚至有一种 哪怕死了 也会被对方揪出来 挫骨扬灰 骗我 竟敢骗我 你该死 你该死 疯狂 愤怒 恨意无边的声音 在进雪宫山脉响起 我是这么爱你 我是这么喜欢你 我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 虽然我吸了你一些晶圆 但你也快乐呀 你竟然骗我 你竟然要逃 我恨你 我恨你 你该死 你该死啊 进雪宫所在的山脉冰雪 正在持续消融之中 黑色的洞窟 缓慢的扩大 赤红的光芒 喷涌得越来越多 仿佛并不怎么赤裂 然而冰雪却是在不断消融 没有人知道 冰州之变会带来什么灾祸 就连木千流自己 都意识不到严重性 在她看来 无非冰州被占据罢了 如今 冰州其实也称得上 已经被占据了 只要不入冰州 就不存在任何危机 而淋浴十八州 冰州也不太受关注 木千流的那一封信 因为她的模样 已不是当初之时 未曾受到重视 终究没有如愿迅速送到 而是耗费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被送到了收信人桌上 而收信人 正在筹备着前往长青阁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封信 素灵秀几人 依旧在大洲黄都 更是在子韵的带领下 去了亲王府做客 相亲大喜不已 未曾聊到长青阁 竟然与子韵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素灵秀以天地灵机炼制的丹药 卖给了相亲几枚 甚至包括一枚 以天地法则之力 炼制出来的丹药 这对于相亲而言 无异于一桩机缘 可以使得她的实力 在极短时间内大幅提升 她亲王的地位 也会因此大幅提升 相亲心里感叹 收子韵为一女 是自己这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梦冲准备启程闯荡灵狱了 子韵一一不舍 想要梦冲留下来 不过也知道 梦冲不会听她的 只能一一不舍地相送 行了 多提升 一下自己实力吧 天骄争锋 你不是也要参战吗 梦冲将挂在她身上的子韵 扯了下来说道 走了 天骄争锋决战前再见 梦冲挥挥手 大踏步离去 灵狱这么大 她要多闯闯 多走走 行走四方 敢悟五道 等着吧 我很快就可以凝练天地灵机了 子韵哼哼说着 长青阁在大洲皇都 逗留的时间 比任何一次都要长久 实在是大洲皇都繁华 肃灵秀几人都忙着游玩了 到了最后 十二 孟叔叔与周英三人 也去了皇都游玩了几天 李璇悠然地 从大洲皇室典藏阁出来 回到了长青阁 典藏阁最核心的 一些珍藏 她都给看完了 不得不说 大洲皇室 不愧是堪比超然灵宗的王朝 珍藏涉及的秘星太多了 包括淋浴有史以来的各种大事件 传闻乃至曾经 威名赫赫的天骄名录等等 只是李璇有些遗憾 神桥之秘 并没有在典藏阁里找到 神桥之秘 恐怕才是真正的核心之秘 甚至都不记录在典藏阁里 而是高层之间 一带一带相传 避免出现泄露的情形 素灵秀几人回到了长青阁 谋划着下一个停留地 紫月 你与我们一起吗 月儿问道 我倒是想一起 不过义父说 要为我争取一个什么名额 可能涉及到大洲皇室的一些底蕴 我想留下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紫月想了一想说道 虽然 他感觉跟着长青阁肯定更好 有用不完的丹药 甚至还能得到高人指点 而且更容易见到梦冲 但 大洲皇室的底蕴 也令他感到好奇 忍不住想要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 也行吧 我对大洲的秘星底蕴 也是有些好奇的 紫月若是想找我们 你拿着传讯符 联系一下万世盟 用他们的传讯渠道 很快就能找到我们了 或者天交之战后 我们再聚 素灵秀点了点头说道 结束了游玩大洲皇都 长青阁再次接诊 等到这一次接诊完毕 就会离去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下一个目的地 就去云山洲吧 见一见故人 素灵秀想了一想说道 杜玉英与云淼淼在太淼宗 正好去云山洲见一见 当初在苍蓝岛时 相处还是很愉快的 况且 又都是来自内宇 随着长青阁开始接诊 排队的情况又出现了 大部分都是来治疗旧伤 隐急的也有来求够丹药 紫韵也在长青阁上帮忙 这一天 排队的人群突然分开了 一名气质雍容 身姿傲人 美艳无双的女子款款来 在她左右 跟随着两个美丽侍女 各自拖着一个盒子 市长公主 人群里有人低声说道 大洲当代 长公主相位 曾经无数大洲天交的梦中女神 诸多天交为了获得长公主青睐 而拼尽才华 卖力干活 想尽办法立功 然而 长公主突然之间不嫁人了 甚至曾一度传出 长公主养了面首 使得无数天交眼红 暗恨面首为何不是自己 当然 关于长公主的一些风流运势 并没有流传多久 便被禁止讨论了 甚至于是否曾有面首 也不得而知 面首是何人 也不得而知 倒是某一脉王府 曾传出长公主 已有一中之人 早已芳心暗许之类的传闻 但也不了了之 项薇是来送行的 在黄兜代表向家 与单一仙子素灵秀 结下一份情意 十二隐项薇进入长青阁 素灵秀 紫玉与悦儿 已经在等候了 素灵秀对项薇的感官 还是不错的 游玩黄兜时 曾一起结伴行 项薇给她的感觉 像是一个大姐姐 长青阁入口接诊处 孟叔叔替代了十二 继续接诊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明天长青阁就要离开了 孟叔叔开口说道 快快 这是最后一天了 我的就伤还没治呢 前面的快点 咦 这位兄弟 我看你形体干枯 哪怕去了长青阁 大地也没救了 就不要占据名额了吧 对啊 你去了不得浪费接诊时间 致你一人的时间 都足以治好几人了 排队的人群中 有人看着队伍里的 一人囊囊道 人群中 一名形体枯高 一入高慌之状的男子 正在默默地排着队伍 沐千流对周遭的嘈杂 默不关心 看向前方 还有十几人 就要轮到自己了 他不是来求诊的 而是来见向威的 本来他准备前往内狱 结果灵狱之门不让开启 除非有超然灵宗之令 为此 他只能来找向威了 对于沐千流而言 本不想以这个样子来见情人的 奈何迫不得已 只能硬着头皮来了 当初他凝炼天地灵机的法门 就是从向威这里获得的 那封信 他见了吗 沐千流心里疑惑 若是向威见了自己的信 不应该如此平静 还有心情来尝清格的 希望 除了他之外 不要再有人知道 我了 沐千流心里默默地想着 他不敢对向威提及 宾州之事 生怕向威 想着为他报仇 陷入了宾州之中 那个诡异的女人 太可怕了 就连死 她都不敢死在淋浴 而是想着死到内浴去 最后看一眼 那个温婉的女子 也不去打扰她 以免带来祸端 终于 轮到沐千流了 她抬头看去 正要让人告知一下向威 一个固有来访 结果她震惊地发现 接诊的人 竟然是一梦叔叔 揉了揉眼睛 甚至生怕自己出现了幻觉 或是只是相貌相似而已 结果发现 竟然真的是梦叔叔 梦叔叔 沐千流激动的同时 也难以置信 淋浴之门开启过的事情 她并不知道 因此看到梦叔叔在淋浴 她才如此震惊 而梦叔叔在淋浴 岂非那个温婉的女子也在 梦叔叔正在接诊 突然听到有人叫她 而且声音 似乎有那么一点熟悉 不由地疑惑抬头一看 眼前站着一个 形体枯稿的人 面颊凹陷 发丝枯黄 眼眶凹陷 整个人仿佛吸干了 竟乎如干尸一般 这等伤势 已经伤及本源 甚至本源都已干涸 比当初的月长明的伤势 都要严重 更诡异的是 不知道为何 梦叔叔总觉得此人 似乎是纵欲过度 直接把自己掏空了似的 你是 他有些疑惑 这人是谁 自己不认识啊 而此人 竟然很激动的样子 这令他不由地纳闷了 仔细端详 一息之间 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轮廓 是我呀 叔叔 玩在这里 你们如何来淋浴了 木千流声音颤抖地问道 梦叔叔骤然脸色一变 双眼瞪大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他无法将此人 与那个风度翩翩的 俊朗男子联合起来 差距太大了 然而 事实上眼前这人 正是当初的木千流 旋即 孟叔叔就大怒 他一把将木千流 拉到了长青阁外 顺手关闭了接诊 借助长青阁蔓延而来的阵法 将二人笼罩进去 木千流 你还有脸来 木千流张了张嘴 孟叔叔不等他辩解 就怒道 忘我孟叔叔如此敬重你 素姐姐如此轻慕你 如此爱你 你说有紧急的大事 一去不回也就罢了 结果原来你说的一切都是骗人的 你欺骗了素姐姐的感情 你在灵狱 竟然还有如此多的情人 到处留情是吧 木家风流子 想当当的名头 你现在这是怎么了 把自己完废了 该爱 孟叔叔越想越怒 噼里啪啦的一顿痛骂 木千流沉默了起来 等到孟叔叔骂够了 他才痛苦地道 是 我隐瞒了我很多情人的事情 但有一点 我没有骗人 玩儿 确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你还有脸说这句话 木千流 你放屁 孟叔叔暴跳如雷 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把心里压抑的愤怒 全都一股脑倾泻了出来 玩儿还好吗 木千流等到他骂完了 这才问道 孟叔叔沉默了 好半场才道 素姐姐 早已去世了 木千流身躯摇晃了起来 一把抓住孟叔叔的双臂 道 怎么会 玩儿如何会去世的 孟叔叔咬牙道 素姐姐生了灵袖之后 身体亏空太厉害 身体越来越差 后来病故了 灵药呢 我给的灵药呢 木千流怒道 用完了 否则灵袖如何诞生 木千流沉默了 凹陷的眼眶里 连泪水都流不出来了 老爷子呢 死了 被人杀了 怎么回事 木千流一惊 影楼的人干得 灵袖已经报仇了 孟叔叔将事情始末 简单地说了一下 木千流突然双眼 迸发出怒意 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唐金燕 你说什么 孟叔叔一正 灵袖他人呢 木千流压下心中的愤怒 颤抖着声音道 不劳你操心 灵袖有唐他的师父 师兄 明镇灵域的单一仙子 过得很好 不过你的出现 让我很矛盾 孟叔叔神色复杂不已 告诉素灵袖 这是他亲生父亲吗 素灵袖的生活还会如此开心 如此无忧无虑 过得好就行 过得好就行 我一个该死之人 就不打扰他了 木千流点了点头 接着 他颤抖着手 从怀里取出一块淡青色的牌子 交到孟叔叔手上 道 这是我木千流此生最珍贵之物 当初匆匆离开内狱 便是因为此物 你找个理由 交给灵袖 切记 此物隐藏着一些未知的隐秘 不要擅自探索 等到合适的时机 此物会有提示 还有 切记切记 不要前往冰州 千万不要前往冰州 那是一个绝微之地 现在的冰州 已不是原来的冰州 切记 木千流神色正中地道 孟叔叔本不想接过青色的牌子 只是看到木千流的模样 以及他此刻的痛苦 终究还是接了过来 木千流交代完毕 准备离去 却又回身正中地说道 叔叔 切记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 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 你没有见过我 切记 不论如何都不要提及我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见过我 认识我 孟叔叔有些凝惑 木千流说得如此凝重 究竟遭遇了什么 令他如此恐惧 我本想死前 远远地见一见玩 既然见不到了 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愿了 木千流神色变得平静了起来 我的存在 永远不要告诉灵秀吧 就当我从来没有存在过 木千流说完 转身准备离去 孟叔叔神色复杂 心里叹息一声 开口道 等一下 木千流回头疑惑地看向他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变成这样 不过 相识一场 这点丹药 你拿去吧 能恢复多少 就恢复多少吧 孟叔叔将几瓶丹药 塞入木千流手中 也许无法让你回到巅峰 但绝对可以令你恢复七八成的 木千流摇头道 没用的 我自己的情形我知道 哼 这些丹药 乃是灵秀炼制 就算根基损毁 就算灵体崩溃 也能恢复过来 你虽然严重了一些 但还是可以恢复的 若是灵秀亲自出手给你救治 你这点伤 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几天就能够彻底恢复巅峰 孟叔叔冷笑一声说道 当真 木千流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当然 孟叔叔冷笑道 你要不要去找灵秀救治 他没见过你 不会知道 你是他父亲的 不用 木千流摇了摇头 将丹药收了起来 道 我若是见他 只会害了他 就此别过 再无相见之日 孟叔叔默然不语 木千流的回答 出乎他的意料 本以为在 得知可以恢复巅峰 素灵秀可以治好他之后 木千流会动了表露身份 求素灵秀救治之心 木千流走了 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一去不复回 孟叔叔心里 不知道是何滋味 他承认 最后那一刻心软了 所以才给了木千流丹药 看了看手中的令牌 青色的令牌 有些细细的花纹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这是什么 摇了摇头 决定找个机会 找个借口 交给素灵秀 回到长青阁 素灵秀依然在与 长公主向威叙旧 长青阁大洲皇都之行 告一段落了 冰州 不能去冰州 孟叔叔想起 木千流的叮嘱 心里疑惑 冰州出了什么事 那就不去吧 孟叔叔心里想着 冰州人烟稀少 没有去的必要 若是素灵秀想要去 也找个理由 让他打消这个想法 倒不是怕冰州存在危险 而是担心去了冰州之后 会发现关于木千流的事情 进而暴露了素灵秀 与他的身份 我这么做 到底对不对 孟叔叔心里很有些矛盾 说到底 木千流 毕竟是素灵秀的亲生父亲 然而他不想素灵秀 因为木千流 这个父亲的存在 而背负上一些什么悲伤 愤怒 若是木千流 并非四处留情之人 孟叔叔必然会告诉素灵秀真相 就这样吧 孟叔叔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拿着青色令牌 来到了长青阁顶的亭子里 前辈 孟叔叔恭敬地行礼道 他知道 这一切都瞒不过前辈的 嗯 李璇点了点头 孟叔叔与木千流之事 他都看在眼里 听在耳朵里 前辈 我这么做 对还是错 孟叔叔终究忍不住开口问道 对错 接在你心 一切随缘吧 李璇摇了摇头道 素灵秀这个徒弟 若是得知他父亲的真相 恐怕心里不会好过 心情低落 哪里还会有如今的无忧无虑 快乐钻研单一五道 木千流既然主动退去了 显然他也不想素灵秀 因为他的出现 而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前辈 这是什么 孟叔叔点了点头 前辈 既然这么说了 那必然是没错的 他将青色令牌 放到桌子上问道 我会交给灵秀的 李璇看了令牌一眼 只是淡然地说道 至于是什么 他哪里知道 只能避而不答 仿佛在告诉孟叔叔 实力太低了 知道太多不好 谢前辈 孟叔叔没有再问 令牌由前辈交给灵秀 比他交给灵秀 更能够得到灵秀的重视 否则 若是他交给灵秀 指不定哪天就被素灵秀 给忘了 终究是木千流最珍贵之物 孟叔叔心里 还是希望素灵秀能够重视一下的 孟叔叔告退后 李璇拿起青色令牌 细细打量了起来 心里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令牌的材质不简单 仅仅是材质而论 不会输给灵秀的神器了 但却并非神器 令牌上的花纹 似乎不具有特殊含义 仅仅是装饰所用 李璇沉吟了一下 一缕神缘输入令牌里面 青色令牌 现出淡淡的青色光芒 令牌上出现了三个字 天窟令 随着这三个字出现 李璇也看到了令牌里面 有着几行小字 令出天窟县 持天窟令者 可入天窟 可证天窟 李璇收回神缘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 天窟 秘境之类的存在 这是进入天窟的钥匙 或者是指掌天窟的令牌 他心里疑惑 天窟是什么 猜测大抵是某种秘境 灵域 有这种地方吗 未曾听闻啊 就连大洲的典藏阁里 都没有见过相关记载 大抵是秘境一类的东西吧 天窟出现 令牌会有显示 到时才能进入 李璇心里嘀咕着 交给素灵秀就是了 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呢 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纠结天窟令的事情 哪怕是秘境 对他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毕竟他修炼的 又不是这方世界的舞蹈 而是自己编出来的 继续我的舞蹈大业吧 李璇摇了摇头 继续投入自己的舞蹈大业当中 一边边神通舞点 一边参悟太仓书 天地倒则 送走了相威之后 长青阁也准备离开了 紫韵依依不舍地 回到了亲王府 下一个目的地去哪里 去天灵州吧 找吃猫 这么久没见 我都有点想这只胖猫了 素灵秀想了一想说道 好 那就去天灵州 长青阁庄园收拢 化作非洲腾空而起 瞬息消失在天际 围观的大洲众强者 不由得感叹不已 这长青阁果真是神器 而且是闻所未闻的神器 而在大洲黄都城墙上 穆千流看着非洲离去 远远地看到了 那一个少女的身影 他心满意足了 玄机露出了愤怒之色 唐金燕 孟叔叔一说 引楼袭杀之事 他就意识到 此事背后必然另有阴犹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自己的那个正宫唐金燕 你该死啊 穆千流转身离去 没有去见向威 任何一个情人 他都不去见了 最后去见一见唐金燕 送他去死 吃了孟叔叔给的丹药后 穆千流虽然没有彻底恢复 但也不在形体枯搞 已经恢复了 往昔七八分的俊朗之态 水星宫 唐金燕闭门不再见客 从千五殿回来之后 他心里就潜藏着恐惧 意识到恐怕出了一些事情 千五殿主才会如此警告他 唐金燕只能待在水星宫里 什么事也不管了 只默默修炼着 就连杀宿灵袖之事 他都暂且放弃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消失已久的穆千流 竟然来水星宫找他了 唐金燕兴奋不已 急匆匆地出来迎接 自己这个夫君 几天后 当一个世家的祖老 代表家族前来拜访水星宫 欲要巴结水星宫 获得靠近千五殿的机会时 才惊骇地发现 水星宫竟然被灭了 他震惊不已 这可是千五殿的附属灵宗啊 谁这么的胆子 竟然敢灭水星宫 难道是万世盟 而若是万世盟 似乎没有必要 这么偷偷摸摸的行事 消息传出 洛州镇洞 穆家也震惊了 派遣祖老前去查看 毕竟唐金燕名义上 还是穆千流的镇宫 一番探查 自然一无所获 既然唐金燕死了 穆千流又毫无消息 穆家祖老们一商量 就把穆飞明的母亲 立为穆千流镇宫 穆飞明明正言顺 成为邵家主 水星宫被灭 千五殿自然派遣 强者来探查 而且还是一名 治强者长老 更是放出消息 必定请拿挑衅的凶手 能如此无声无息 灭掉水星宫 没有被外人察觉 爆发大战 出手之人 必然是治强者 千五殿主冷然一笑 殿主 是否灵狱之门的消息泄露了 是也好 不是也罢 找个替死鬼立个威就行了 水星宫之事就此结果 其余超然灵宗 没有开启灵狱之门的动静 就意味着 消息还没泄露 千五殿主冷笑着说道 一旦消息泄露 灵狱之门消失 这么惊悚的事情 其余几个超然灵宗 绝对会去一探究竟 确定是否属实的 不久后 一名泼妇盛名 恋神巅峰实力的散修 被千五殿擒拿 在水星宫前 当着众武者的面斩杀 将其血肉 撒在水星宫宗门里 宣誓已经为水星宫报仇了 给出的理由 是这名散修 谋夺水星宫资源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潜伏 按下毒药 削弱一众水星宫强者实力 才翘无声息将水星宫灭了 洛州武者全都震动不已 这名散修好大的胆子啊 而其余凌宗世家顿时怕了 在自己内部来了一场大清茶 碧海浩瀚 不知尽头在何处 与凌玉十八周相比 浩瀚的碧海 武者相对而言比较稀少 宗门也稀稀落落的 只有一些知名的岛屿 才存在着武者聚居之地 以云天碧海城为中心 林宗世家散步四方 那一片海域被称之为云天海域 云天海域无疑是碧海最繁华的海域 不论是人族武者 还是海灵族 大都在云天海域生活 而在云天海域之外 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林宗与世家 也有武者出没 一艘大船在碧海上航行着 正在前往云天碧海城进行交易 换取所需之物 听说这一片海域不平静 大家都小心一点 大船上一名武者沉生说道 碧海辽阔 纵然是炼神天人 也喜欢乘船而行 毕竟全靠自身实力飞行 实在是太累了 而且一旦消耗太大 遭遇袭杀就危险了 怕什么 我们这里炼神天人都二十几人 难道还怕那些盗匪 有武者不屑地道 碧海 有海盗 大都在云天海域之外出没 打劫来往的武者 这些海盗身份 要么是从十八周逃来的凶恶武者 要么是曾经败落的林宗 世家武者聚集而成 甚至于 有海灵做海盗的 整个碧海 除了云天海域外 任何一处 都有可能遇到海盗 二十几名炼神天人 就有底气了 难道忘了三个月前 石腾岛被洗劫之事 整个岛上武者 才逃出来了多少人 别吓人 哪会这么倒霉 遇到覆灭石腾岛的家伙 总之 小心为上 大船上的一众武者闻言 神色严肃了不少 警惕着四周 一旦发现情势不对 立马逃顿 不好 有盗匪来袭 骤然之间 大船上有人惊呼道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四面八方 一道道身影浮现 急速包围而来 来袭者 全都戴着黑色面具 手里拿着一把血色的长刀 心虹之气缭绕 是覆灭石腾岛的 血盗匪 大船上 武者惊呼出声 快跳 有炼神天人身形一晃 就从大船上顿出 欲要逃离 哪里走 哄 一道血色刀光 轰然而来 将准备顿逃的武者 逼回了大船上 都站好了 我们只劫才不杀人 谁若是反抗 死 血刀匪头领冷笑着道 大船上 炼神天人以下的武者 全都脸色惨白 将藏物袋浇了出来 扔在甲板上 很好 大天人站这边 小天人站这边 炼神天人蹲下 血刀匪抬刀 驱使着大船上的武者排列好 而那二十几个炼神天人 脸色铁青不已 但只能憋屈地蹲下 血刀匪实力太强了 无疑不是炼神巅峰的武者 而且 人比他们多 打 是肯定打不过的 就连逃跑的机会都渺茫 漂亮 我血刀匪 最喜欢配合的人了 都交出藏物袋 不得隐藏 这个妞不错 你就不用交藏物袋了 交出你的美色就行了 劫色 我血刀匪 是讲原则的 要么劫财 要么劫色 既然劫色 那就不劫财 那名女巫者脸色惨白 哆嗦着嘴唇道 大哥 你饶了我吧 劫财好不好 你没得选 乖乖去那边 角落里躺好 不然某劫财也劫色 血刀匪 长刀拍了拍 女巫者的面颊说道 女巫者面如死灰 默默地去了角落里躺下 那名血刀匪满意地点头 迈着嚣张的步伐 走了过去 配合得好 某还会支付零金的 其人太甚啊 那女巫者几乎气炸了 只觉得屈辱无比 大船后方 一艘湛蓝色的小舟 在海上飞驰而来 许言一入碧海 整个人都有一种 心神开阔之感 眺望着无稽的浩瀚碧海 竟有一种 自己不过是碧海一宿之感 云天碧海城 在云天海域 距离乌州外海太远太远了 顿海州 没有在天际飞行 而是落到了海里 在海面上飞驰着 既然来到碧海了 若是继续在半空飞行 岂非白来碧海一趟 在海上航行数日 许言突然心生兴趣 掏出了一根吊杆来 师父在苍兰岛的时候 就喜欢去苍江垂吊 肯定是有深意的 这是在感悟天地自然之道 或者说 是一种心静的修炼 我感觉 师父是在以行动暗示 锤吊是可以感悟自身 清静心神 修炼心静的一种方式 许言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看了看手里的吊杆 这是他当初找方号锻造出来的 就是存了有一天 学师父锤吊一番 看是否有收获 用什么耳呢 许言嘀咕了一下 取出一枚丹药挂上 吊丝 吊钩都是方号炼制 灵气级别 一旦上钩 就别想挣脱了 毫不夸张地说 哪怕是堪比炼神境的海兽上钩了 也休想挣脱 碧海霸主 无疑是海灵族 但除了海灵之外 还有众多海兽 据采灵儿所言 碧海有几种海兽 成年之时 实力堪比炼神武者 只不过不通晓武道之法 只有蛮力而已 并且灵智未开 空有一身蛮力 纵然如此 寻常炼神武者 也难以单独狩猎 如此凶猛的海兽 而且 海兽虽然灵智未开 但遭遇危险 也会有躲避危险的本能 会潜入海中 人族武者 一旦进入海中 除非实力强很多 否则根本奈何不了 如此强大的海兽 而炼神及海兽 几乎是海灵族的 专属狩猎对象 也是海灵族 在云天碧海城 与人族强者交易的 主要物品 顿海州在碧海飞驰 直到远离了 雾州近海 许颜这才下钩锤掉 刚一下钩 许颜就发现 有海鱼出现 想要咬沟 当即神愿一震 直接将海鱼震飞了出去 我是来钓大鱼的 不是钓小鱼 许颜嘀咕着 顿海州继续前行 一路朝着云天海域而去 锤掉了两天 也没遇到 堪比练神经的海兽 许颜不由地纳闷了起来 转念一想 我这心态不对 既然是锤掉 又何必在意大鱼小鱼呢 这岂非有为锤掉的本意 这般一想 许颜就不再关注钓沟里 究竟吸引了什么海鱼来 不一会儿 就钓上来了一条 三尺来长的鱼 许颜换了耳后 继续锤掉 在钓上来了几条 大小不一的鱼之后 这一次 许颜将鱼钩 远远地甩了出去 在耳上覆盖一道神源静止 非恋神近海兽 无法咬沟赤耳 盘西坐在顿海州上 许颜继续修炼 参舞舞蹈 顿海州按照既定的方向航行着 钓杆挂在了小舟上 随缘垂掉 一天后 正在修炼中的许颜 突然睁开了眼睛 吊杆在震动着 一股巨大的拉扯之力传来 上钩了 许颜当即大喜 顿海州前方 水浪翻滚 一头褐色的巨大海兽 在扑腾挣扎着 却是始终无法挣脱掉钩 这海兽的实力 堪比恋神后期了 许颜嘖嘖感叹 正在挣扎中的海兽 突然掉头向着顿海州撞来 许颜微微一笑 抬手一压 一股力量镇压而下 蹬住了冲来的海兽 等到海兽挣扎不动了 这才松开力量 如此三番几次之后 海兽意识到了顿海州的危险 开始疯狂逃离 拉着顿海州在避海上飞驰 这个方向 正好是去云天海域的 就让它拉着吧 许颜直接关闭了顿海州 任由海兽拉着在海上飞驰 海兽的耐力惊人 而且速度极快 拉着顿海州飞驰 偶尔想要潜入海中挣脱 却是无法拉动顿海州下潜 三番几次之后 海兽只能不断向前顿逃 许颜坐在顿海州上 继续修炼与参悟自身舞蹈 一天之后 海兽依旧在疯狂顿逃之中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大有横冲直撞之势 大船上 那名血刀匪 兴奋地来到了角落里 看着躺好的女武者 兴奋不已 这才听话嘛 也也就结个色 比损失全部身价的那些家伙相比 你可幸运多了 女武者咬着嘴唇 闭着眼睛 一句话都不敢说 微微颤抖地娇躯 显露了他此刻内心的恐惧 美人 爷来了 血刀匪哗啦一下 顿时不着寸吕 就要扑上去 便在此时哗啦一声巨响 伴随而来一声嘶鸣 突如其来的动静 吓得他当场就软了 脸色铁青地寻声看去 顿时一惊 慌忙穿上衣服 持刀在手 女武者也被动静静地睁开了眼睛 他吃惊地看到 大船后方 一只巨大的海兽腾空跃起 发出了愤怒的嘶鸣之声 而在海兽身后 似乎拉着一艘淡蓝色的奇怪小舟 快斩了海兽 血刀匪首领怒声喝道 这海兽似乎正在向大船撞击而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得大船上 准备束手就擒的恋神武者 顿时神色一喜 彼此相互传音一番之后 骤然之间腾空而起 联手向着某个方向盾逃而去 与其把命交给血刀匪定夺 不如趁机盾逃 二十几名炼神武者 联手冲杀而出 那个方向的血刀匪 顿时脸色一变 慌忙避开锋芒 找死 血刀匪首领大怒 大手一挥道 给我杀 哗啦 一众血刀匪持刀而上 欲要追杀那些盾逃的炼神武者 同时 两名血刀匪 抬刀就是一盏 血色刀光劈向了半空中的巨大海兽 这一只海兽实力不弱 皮粗肉厚 防御力惊人 一刀未必能将其斩杀 修炼中的许颜 睁开了眼睛 诧异了一下 这海兽竟然想要撞击大船 想要以此获得盾逃的机会 倒是懂得利用环境逃避危险 许颜嘀咕了一下 眼看两刀血色刀光斩向海兽 许颜一斗吊杆 本来腾空跃起 要砸在大船上的海兽 顿时被它往回拉了过来 而两刀刀光瞬间落空 抱歉 在下垂掉的海兽 惊扰了诸位 许颜歉意地开口说道 顿海舟飞驰而上 他抬手一挥 一股神员涌出 将海兽拖在半空 顿海舟从大船上空飞过 打劫 留下海兽和那艘小舟 骤然之间 一道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 手里持着一把血红色的长刀 随着这一声怒喝 一众血刀匪 包括准备追杀恋神武者的血刀匪 全都返回而来 将许颜包围在里面 血刀匪首领双眼发光 死死地盯着顿海舟 这一看就是宝贝啊 速度快 还可腾空飞行 若是获得这一件宝贝 他们血刀匪 更来无影去无踪了 许颜一愣 打劫 你确定是要打劫 他看了一眼 围上来的一众血刀匪问道 少年人 我血刀匪向来讲原则 留下海兽 留下小舟 你就可以走了 不伤你性命 如若不然 这避海之上 又会多一具尸体 血刀匪首领 沉声开口道 许颜笑了 海盗也讲原则 彩铃曾说过 避海存在一些海盗 不过遇到的概率不高 发生被海盗截杀之事 一年都没有及其 当然 对于许颜来说 海盗自然是无法威胁到他的 彩铃只是介绍避海时 顺带介绍一下而已 未曾想到 刚入避海没多久 竟然就遇到海盗打劫了 我也是个讲原则的人 许颜看向一众血刀匪 露出了笑容 把你们的藏物袋交出来 只要交出来了 可以免疫死 不然挫骨扬灰灭魂 血刀匪都愣住了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这小子什么意思 反过来打劫他们 一个人打劫一群人 谁给他的胆子 好好 我血刀这一辈子 都没遇到过 你这么嚣张的人 孤身一人 竟然反过来打劫我们一群人 够勇气 够狂妄 虽然我血刀很欣赏 你这样的年轻人 但 啪 他话还没说完 骤然只觉得脸颊上挨了一巴掌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脑袋晕乎乎的 眼貌惊心了起来 少废话 打劫 交出藏物袋 许言冷笑一声说道 鼓动 一众血刀匪 脸色骇然 你刚才看到他出手了吗 没有啊 我只看到老大飞了出去 我也没有 一众血刀匪暗中传音 一颗心不断往下沉 小子 我要你死 血刀匪手领晃了晃脑袋 怒吼一声 气势爆发 血色刀芒绽放 杀意凛然 一起出手 杀了他 他心里虽惊 却是并不慌乱 人多势众 对方实力虽强 岂会是他们联手之敌 破 结果 他话音刚落 眼前一道剑光降临 瞬息之间 就被斩灭了 正准备出手的 其余血刀匪 顿时浑身冰冷 老大直接就被一剑灭杀了 哪怕一起出手 也必然死伤惨重 他们是海盗不错 却并非亡命之徒 哪怕最后胜了对方 谁能确保在战斗中 死的那个人 不是自己 况且 老大都死了 此刻是群龙无首 别动手 少侠别动手 我们交藏物袋 交藏物袋 一众血刀匪 冷汗直流 这就对嘛 我也不是试杀之人 都交出买命钱吧 许颜一脸笑容 是 是 一众血刀匪 纷纷将藏物袋交了出来 一脸肉疼之色 身为海盗 全部身家都携带在身上 藏物袋里的一切 已经是他们的全部积累了 这一交出去 马上就变得一穷二百 许颜手一挥 藏物袋全都收了起来 手指点了其中几个血刀匪 道 把藏起来的藏物袋交出来 不然死 那几名血刀匪 一脸难看之色 却只能乖乖交出自己的第二个藏物袋 好了 都可以滚了 许颜挥手说道 是 是 一众血刀匪疯狂点头 转身就准备离去 许颜手一挥 被他控制住的海兽 直接落入海中 准备继续让海兽拉着顿海舟而行 临近能省就行 小心血刀匪 大船上一道女子的声音传来 死 原本准备逃离的一众血刀匪 仿佛看到了机会 趁着他松懈的那一刻 猛然抬刀斩来 他们早已暗中约定好了 一起出手 血色刀光映照了半空 强大的攻击 眼看着就要将许颜淹没在内 一众血刀匪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从来只有自己打劫人 岂能被人打劫 船上那个小娘们 竟然敢出声示警 待杀了这小子之后 必让那小娘们知道 血刀匪的凶残 尚赶着找死 何必呢 许颜叹息一声 十中二指抬起往后一盏 一道剑光骤然之间浮现 横贯长空 斩破了一切攻击 刀芒溃散 剑光直斩而来 骤然之间 剑光化作二十几刀 一道剑光对应一名血刀匪 Pull 在一名名血刀匪惊骇的目光中 剑光展落 化作飞灰消散 大船上 一众舞者都惊呆了 尤其是刚刚出身市井的女子 原本一出口之后 她就有些后悔了 恐怕接下来 要被血刀匪凌辱致死 她都做好了自语的准备 结果 那人不但一人打劫了一群人 更是一剑 斩灭了血刀匪 要知道 这些血刀匪 都是恋神巅峰的实力啊 挥手之间 盗匪近面 这是何等强大的实力 放眼闭海 能有此实力者 也不会太多吧 女子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传闻中的存在 她的剑刀被誉为传奇 被誉为当时第一 血刀匪手之间 斩杀了血刀匪之后 便自顾自地 准备让海兽继续飞驰 拉着顿海舟 前往云天海域 血刀匪实力固然不弱 但恋神巅峰舞者 早已不入血刀的眼了 挥手之间便可灭杀 哪怕是凝练了天地灵机的舞者 血刀也不放在眼里 能够与她交手的 唯有如千五殿掌刀长老 这样的舞者 真正能够让她 进行出手一战的 只有心梦柔这样实力的舞者 她距离神渊镜圆满 已经不远了 实力早已不是 出入神渊镜时可比 吊杆一斗 正要驱使海兽拉舟离去 突然一道女子 声音传来 恩人 刘伯 许颜回头看去 刚才就是此女示警 有事 女子容颜绝力 身姿傲人 有一股子妩媚之态 恋神天人初期的实力 女子神色有些激动 未曾想到 传闻中的剑道第一人 竟然如此年轻俊朗 看得她都芳心颤动 恩人 可是剑王 女子激动地问道 剑王 许颜震了一下 摇头道 我不是剑王 我是剑神 剑王之名 哪里配得上自己 女子 她有些梦了 怎么冒出个剑神来呢 恩人 你不是剑王吗 放言碧海 唯有剑王 才有如此剑道 女子有些难以置信地道 许颜一听 顿时来兴趣了 碧海 有一个剑王 碧海有剑王 她在何处 实力如何 自己号称剑神 碧海有个剑王 倒是要剑一剑 她的剑道究竟如何 不过想来 大敌与千五殿剑道差不多吧 女子确信了 此人并非传闻中的剑王 心里更是震惊 碧海何时又出了一位 如此强大的剑道武者 剑王在云天城 他一人一剑 败进碧海剑道武者 横扫云天城剑道 整个碧海剑道武者 无不折服 都称 剑王之剑 才是真正的剑道 传闻剑王是一个很傲的人 虽然嘴上说 我知剑道 不过才入门不久 不过堪堪入剑道之门 未曾领悟剑道真谛 但整个云天城剑道武者 在他眼里 都被视为废物 许颜越听越觉得 这形式作风有些熟悉 忍不住问道 你口中的剑王 叫什么名字 女子有些尴尬道 我只知道剑王 却是不知道 剑王名叫什么 便在此时 原本顿逃的炼神武者中 有一人因为实力比较强 被雪刀匪重点围杀 没有第一时间逃离 直到许颜出手 灭杀了一众雪刀匪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此刻 走了过来 开口道 剑王名叫谢天恒 许颜恍然 难怪形式作风如此熟悉呢 原来是谢天恒 没想到啊 谢天恒都混上剑王之名了 许颜心里感叹 如此说来 谢天恒进入内狱这几年 实力必然提升迅速 恐怕已经迈入了 至强者之列 可曾听闻谢凌峰 许颜开口问道 谢天恒都闯下剑王之名了 谢凌峰天赋也极强 见到不会比谢天恒弱 应该也能闯下一些威名才是 可是剑王之子 那名舞者沉吟着问道 许颜点头 剑王之子 曾是云天成天骄 奈何这些年毫无寸进 反倒被曾经的手下 败将超越了 天骄之名已然蒙尘 如今早已沉寂了 那名舞者 唏嘘感叹一声 天骄陨落呀 剑王之子 已被嘲讽为废材了 许颜则舌 谢凌峰混得这么惨啊 想来也是 谢凌峰天赋不差 恐怕早已将神异境修炼到圆满 以他的天赋 以神异境圆满 战恋神初期不成问题 但意志无法突破 而曾经的手下败将 却是不断突破 恋神后期 恋神巅峰 谢凌峰自然就不是对手了 难怪沉寂了 只是未曾想到 竟然被嘲笑为废材了 谢兄 再等些十日吧 我来找你了 一定可以再次崛起 镇压你曾经的手下败将的 许颜心里嘀咕着 谢家父子二人 在云天碧海城 显然是 发生了一些事情 而非低调形式 才会有此盛名 许颜又询问了一些 关于谢天恒父子二人的消息 那名舞者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几年前 谢天恒第一次扬名 是挑战一名 恋神天人初期的舞者 当时谢天恒 是大天人之境 所有人都认为 他必败无一时 结果 谢天恒强势崛起 展露出了非凡的剑道 越境击败了对手 从此开始扬名 传闻剑王妻子背景不凡 否则以剑王当初的狂妄 早就被围殴打死了 那名唏嘘感叹说道 许颜点头 谢天恒的妻子是凌狱之人 未曾想到 有如此不俗背景 却是不知道 谢天恒一个内狱舞者 是怎么娶到凌狱而来的女子的 又问了一些谢凌峰的事情 那名舞者知道不多 见问不出什么来了 许颜便告辞离去 海兽拉着顿海舟 在碧海上飞驰而去 剑神 难道 又要看到剑道争锋了吗 那名舞者激动不已 如此盛世不能错过 若是剑王听闻 有人竟然敢自称剑神 恐怕会欺诈吧 云天碧海城 碧海的超然灵宗 统御整个碧海 连碧海霸主海灵族 也要听令于成竹府 傅家 乃是云天城的成竹家族 到了这一带成竹傅天海 实力更是强大无比 传闻已经超越了 前几位成竹的实力 是当之无愧的碧海第一强者 云天城虽是成竹府统御 但也存在诸多势力 而海灵族在成竹府中 也是担任要职的 地位显赫超然 一直都有传闻 从古至今 云天城与海灵族有契约 共同统御碧海 而海灵族在某些时候 需要服从云天城的命令 契约的具体内容与条款 唯有云天城真正的高层 与海灵族的高层才知晓 云天城几大势力中 万兴武道院是其中之一 自从败走十八周 在云天城落脚 创立武道学院以来 培养了不少知名武者 而万兴武院的院长 传闻与副城主交情深厚 故而万兴武道院也被视为 有城主府做靠山 时至今日 万兴武道院在云天城 乃至整个碧海的影响力 已经很大了 武道院的学子 有来自碧海四方的天骄 也有一些云天城世家之子 尤其是没落世家的子弟 学院里也有海灵族学子 海灵族越来越喜欢 将自家的后辈 送到武院学习修炼 几年前 云天城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洲亲王府世子 被送入万兴武道学院 学习修炼是其一 其二是 傅天海这个城主 突然多了一个女婿与外孙 更离谱的是 传闻他女婿来自内狱 此云天城附加御令而来 整个云天城的各大势力 都傻眼了 而一直倾慕城主千金的那些人 整个人都傻了 自己竟然不如内狱之地的人 自己心中的女神 竟然尾身内狱之人 还在内狱生了一个儿子 此事在云天城大势力之间传开 不少人都不禁想起了 当初的发生的一件事情 城主千金曾前往十八周 据文是因为 穆家风流子的风流之事 传到碧海 城主千金觉得 穆千流太渣了 准备去把他给咔嚓掉 追杀穆家风流子 据传闻追到了内狱 过了很多年才回到云天城 至于咔嚓穆千流之事 就再也没有传闻了 而穆家风流子 似乎也消失了 云天城里一度传闻 穆家那个风流子 恐怕是被城主千金杀了 结果去了一趟内狱 竟然生了一个儿子 倾慕者如遭雷击 都想要看一看 内狱的那个家伙 究竟有何出众之处 竟然打动了城主千金的芳心 有传闻 傅天海城主在得知自己 突然有了一个女婿与外孙后 差点气死 但木已成舟 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了 总不能把人杀了吧 而且女婿似乎天赋还行 来到淋浴没多久 就突破小天人境了 刚开始为了避免麻烦 城主女婿都是身居城主府 从不外出任由风言风语流传 表现得很低调 很听从城主吩咐的样子 直到城主府女婿 突破大天人境之后 开始嚣张起来了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倾慕自己妻子的 某个世家子弟暴揍了一顿 接着又挑战另一名世家 恋神初期舞者 一口一个废物 极尽不屑与狂妄 把人妻的半死 结果城主女婿以大天人之境 击败了恋神初期的舞者 这下子各大势力都不禁另眼相看了 等到城主女婿突破恋神天人境 更嚣张了 看谁都是废物的样子 一个个将曾经倾慕自己妻子的人 全都给揍了一遍 而城主的那个外孙 也逐渐展露锋芒 击败一个又一个世家天骄 只是 现在城主外孙 已经属于陨落的天骄了 当初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落魄 被曾经的手下败将超越 被手下败将嘲讽 实力再无寸镜 已经沦为了废材的代表了 云天城里 在有心人的推动之下 甚至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一时的天骄不是天骄 也可能是废材 就像贱王之子 贱王之子天骄沉寂 但是贱王本人 却是越来越狂了 越来越横了 正如他的名字一般 甚至于 还曾鄙视老丈人 结果被暴揍了一顿 城主府 一座小庭院里 一名青年男子 盘膝坐在庭院的水池上 一柄剑横在膝上 剑意环绕周身 如苍浪汹涌 水流奔腾之声 从剑意里传荡而出 你让福尔修炼的什么舞蹈 现在好了 止步不前了 庭院门口 一名美丽的女子 一只手掐在谢天恒腰间 一脸不满地说道 她 就是傅天海的掌上明珠傅云 谢天恒咧咧嘴 道 是她自己选择的 再说了 止步不前 只是没有后续功法而已 这是小事 带我抽空去一趟十八周 把功法带回来就是了 你说的什么大荒武道 当真如此强大 既然如此 当初为何不计下更多功法 傅云依旧不满 挤得太多了 不好感悟啊 谢天恒无奈地说道 放心吧 过谢天我就去十八周 福尔虽然未曾突破 但剑意更圆润 见到感悟更深了 一旦突破 实力必然更强 傅云叹息一声 道 我突然发现 当初去内域 怎么就被你骗了呢 都怪我太年轻了 谢天恒嘴角抽了一抽 道 夫人 我可没有骗你 答应你的事情 我可都是做到了 放眼碧海 见到我为尊 你也就在碧海成威 我可是听说 十八周出了一个剑神 不过二十许年纪 已经镇压领域天骄了 更是赌千五店大门挑战 斩杀千五店天骄 当着一众千五店强者的面 夺走了神器 而千五店还奈何不了他 傅云白了他一眼说道 谢天恒惊了 问道 十八周出了如此天骄 他叫什么名字 心里嘀咕着 该不会是许言吧 直接赌超然临终的山门挑战 如此狂的作风 而且又是号称剑神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许言 许言 剑神许言 在十八周大名鼎鼎了 傅云开口说道 果然 谢天恒心里感叹 许言一如既往啊 不愧是前辈的徒弟 我还差得远 定个小目标 什么时候具备镇压老丈人的实力了 我就可以更狂了 谢天恒心里嘀咕着 十八周 还有什么传闻 比如用刀很厉害的 比如丹药什么的 谢天恒问道 傅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 我都忙着找那些瘪孙子算账呢 哪有空打听这些事情 谢天恒摇头道 有一个叫刀尊梦冲 也是强大 仅次于许言 还有长青阁 传闻单一仙子妙手回春 能起死回生 单要知神效 更是不可思议 据说 根基损毁 灵体崩溃 陈年旧伤 都能轻松治愈恢复 传的神乎其神 也不知道真假 我都想去十八周看看了 傅云说起十八周传来的消息 一脸不可思议之色 谢天恒点头 这都在意料之中 自己在云天碧海城 都闯出如此威名了 许言与梦冲岂会弱 只会更强 看了一眼 继续打磨建议的谢灵峰 不由得无奈了 自己儿子倒是止住了 突飞猛进的势头了 过些天 我带芬儿去十八周一趟吧 谢天恒想了一想说道 是为了芬儿的功法吗 傅云问道 谢天恒点了点头 道 天骄争锋不是开始了吗 芬儿去了十八周 才有机会参与 否则以他现在的实力 无法参与天骄之战的 傅云叹气道 想要参与天骄之战 恐怕来不及了 你也知道 能够参与天骄之战 决战的天骄 实力至少都是 凝练了一缕天地灵机的强者 那可未变 谢天恒笑了一笑道 你哪来的自信 你也不过才堪比 凝练一缕天地灵机的舞者 芬儿差得更远了 距离天骄决战 不到三年时间了 哪怕芬儿 获得后续功法 难道还能在两年内 修炼到堪比之强者 傅云促着秀眉道 所以 要去十八周才有机会啊 谢天恒笑着说道 去了十八周 有丹药辅助修炼 又能得到指点 两年时间足够了 便在此时 一名管事匆匆而来 什么事 又是谁要来挑战方 不见 傅云一见管事 就脸色一沉地说道 小姐 城主府外有一个叫许颜的人 自称是小少爷顾就 管事开口说道 哈哈 我谢凌峰 崛起地烧到了 正在磨练 建议的谢凌峰 听到了管事的话 当即大笑了起来 许兄竟然来找我了 他身形腾空而起 直奔城主府外去 谢天恒一正 许颜来了 如此说来 不用去十八周了 许颜 难道是十八周的许颜 傅云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玄机瞪着谢天恒道 你们父子 是不是认识许颜 谢天恒点头道 芬儿的剑道就是许颜传的 我修炼的剑道也是同出一脉 芬儿修炼的就是许颜的舞蹈 许颜站在云天城主府外 不由地感叹 这谢天恒真有些本事 竟然是个吃软饭的 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怎么娶到谢凌峰的母亲 灵狱超然灵宗 云天碧海城城主千金 竟然下架他这个内遇舞者 当真是不可思议 莫说复云西年的追求者 许颜来到云天城 一打听 碧海剑王居于何处 便被告知在城主府 那人语气满是不屑 虽然剑王是碧海第一见到舞者 却是个吃软饭的 大丈夫比视之 许颜却是看得出来 对方眼神里满是羡慕 一路来到云天城主府 许颜看着雄伟的 如一座大城的城主府 不由地感叹 不愧是统一碧海的超然灵宗 直接到明来意 许颜便等待了起来 没多久 一道身影飞纵而来 正是久违的谢凌峰 许兄 谢凌峰热泪盈眶 自己终于可以继续修炼下去了 终于可以再次扬眉吐气 将曾经的手下败将 再次镇压下去 谢兄 好久不见 许颜一脸笑容 一别竖仔 当真是怀念啊 谢凌峰唏嘘感叹 许兄 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 我们进去再叙旧 好 许颜点头 正要迈步 随着谢凌峰进入城主府 骤然之间 一道冷嘲的声音传来 这不是剑王之子 曾经的见到天骄谢凌峰吗 今日竟然敢出门了 对方将曾经二字 加重了语气 谢凌峰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而许颜连头都懒得回 随手一巴掌 就往后拍了过去 最讨厌苍蝇在耳边叫了 啪 冷嘲的人顿时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谢兄 走吧 许颜笑着开口道 当真如拍了一只苍蝇似的 谢凌峰震了一下 旋即露出了笑容 这才是许颜的作风 请 带着许颜踏入城主府 脸上露出无奈之色地道 让许兄见笑了 那人在云天城背景不俗 曾经败给我 现在实力比我强了 就嚣张起来了 无妨 谢兄很快就能碾压回去了 许颜笑了一笑 谢凌峰身为城主外孙 竟然还有人敢冷嘲热讽 可见谢凌峰这个沉寂的天骄 是有多落魄了 云天城里的规矩 小辈之事 一般长辈不出面 城主府也是如此 尤其是云天城的几大势力之间 只要不闹出生死之事 长辈都不出面的 谢凌峰苦笑了一声解释道 为了不被曾经的手下败将揍 他已经很久没有走出城主府了 身为贱王之子 城主外孙 既是不俗的背景 也承担了一些压力 被人击败了 只会丢城主府的脸 而不会有城主府强者出来讨回公道 谢凌峰 你身为城主外孙 竟然纵容人公然袭击我 你太狂妄了 我要向你挑战 有种就出来一战 把人交出来 城主府前公然袭杀天骄 该当何罪 恳请城主府 请拿出手凶人 城主府外怒吼之声传来 动静闹得极大 许言停下了脚步 许兄 不用管他 此事我母亲会处理的 谢凌峰有些无奈地道 小事一桩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不用麻烦人 许言说着 转身往回走 谢凌峰嘴角抽了一抽 慌忙跟上 他一脸头疼之色 四下张望自己的爹娘 怎么不来解围了 以许言的脾性 自然会越闹越大的 大统领 有人在城主府门前行凶 公然挑衅云天碧海城 还请大统领主持公道 对 还请大统领主持公道 城主府外 汇聚了不少人 都是当初 谢凌峰的手下败将 以及与谢天衡 有孕的世家之人 正兴奋地抓住机会 施压一番 你们要找我 许言从城主府走了出来 城主府外 人群汇聚 熙熙攘攘 大部分是来看热闹的 被打的那名天骄 此刻正一只手 捂着肿胀的脸颊 指着许言立声说道 就是他 公然在城主府门前行凶 还请大统领主持公道 啪 话音刚落 他另一边脸颊 狠狠地挨了一巴掌 脑袋都差点打歪了 整个人都猛在了原地 其余人也都猛了 这是哪里来的凶人 竟然当着大统领的面 出手打人 你 你放肆 那名天骄 双手捂着脸 他感觉自己的脑袋 似乎都肿胀了一圈 还有谁不服的 站出来 许言冷淡地 注视着叫嚣的人群道 城主府外为之一境 太嚣张了 云天城 何曾有过如此嚣张之人 竟然在城主府门前狂言的 大统领 你身为城主府维护秩序的统领 此子如此狂妄 你还不将他拿下 我云天城危言何在 那名被揍天骄的长辈 此刻气愤不已地开口道 城主府大统领 也是一脸无奈之色 这年轻人 为何如此嚣张呢 公然打人也就罢了 竟然还如此口出狂言 若非见他与谢灵风这小子一起 早就出手 将其当场格杀了 只是事到如今 也只能出面了 至于怎么惩处 交给城主定夺吧 毕竟 这与他外孙 有些关系在内 云天城规矩 城主府前 任何人不得斗殴 不得动武 不得伤人 你违反云天城规矩 随我走一趟吧 大统领站了出来 一脸义正言辞地说道 许颜瞥了对方一眼 不屑地道 规矩 都是约束弱者的 对强者无效 这什么破规矩 管不到我头上 现场又是为之一境 围观者都猛逼了 大统领出面了 对方竟然依然如此狂妄 难道就仗着 与谢灵风的关系 那可是城主府大统领啊 明面上维护 云天城秩序的强者 竟然也敢如此挑衅 谢灵风 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他不由地传音问道 许兄 透个底啊 你实力如何 扛不扛得住啊 虽然知道许颜有底气 才会这么做 但心里多少有些虚 小事罢了 我的实力还行 摁着你外公 在地上抱走没问题 许颜传音回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谢灵风心里松了一口气 大统领气笑了 年轻人 规矩就是规矩 其实因为实力强 就能不遵守 规矩是强者制定 来维持秩序的 是否遵守 看强者心情 难道你们城主 也会遵守这规矩 许颜平静地道 自然 我们城主 一直都是带头遵守规矩的 大统领正中地道 哪怕城主 可以不遵守规矩 但也不能公然说出来 许颜不懈道 那是你们城主 没有遵到挑衅 若是遇到了 也能遵守这什么规矩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哦 什么原因 大统领眉头一挑 好奇地问道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们城主太弱了 只能懦弱地守规矩 许颜淡然地道 大统领头皮有点发麻 这小子狂得有点没边了 连城主都不放在眼里了 难道不知道 这一代城主 是近几代城主里 实力最强的一个吗 围观者目瞪口呆 这年轻人哪里来的 在城主府前 如此狂妄 连城主都不放在眼里 你放肆 城主之威 岂是你能冒犯 大统领怒喝一声 气势爆发 凝炼了天地法则气息的强者之威 这一刻显露无遗 他本想拖一拖时间 等谢灵风的母亲 城主的掌上明珠赋云来解围 结果人影都没见到 反倒这年轻人 连城主都冒犯了 这下子 他不得不出手了 你太弱了 我劝你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许颜摇了摇头道 本统领弱 大统领气的脸红 抬手一抓 一缕天地法则之力 被他凝聚而来 化作一只巨手 抓向了许颜 年轻人 报上明来 且看你 大统领化为说完 许颜抬手一点 一道剑光骤然而出 一剑之下 就将他的巨手斩灭了 紧接着 许颜一步踏出 身形刹那之间 已经到了大统领面前 不好 大统领神色大变 此子实力 为何如此强大 看他年纪 也不过二十多岁而已啊 怒吼一声 双拳轰出 气势滚动 身上三条玄奥气息环绕 天地法则之力 汇聚而来 化作了强大的攻击 许颜却是神色平静 手掌直接探出 这一掌宛若山河覆盖 刹那之间 一道山河涌现而出 将大统领的攻击 尽数笼罩在内 紧接着 山河直接将大统领覆盖 轰隆 这一刻 大统领骇然发现 自己无法凝聚 天地法则之力而来了 仿佛受到了一层阻隔 除非 打破这一层阻隔 才能汇聚天地法则之力 这是什么功法 还不待他做出应对之策 一只手已经探了过来 抓住了他的衣领 将他提了起来 我都说了 你太弱了 大统领脸色胀红 浑身力量被彻底禁锢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许颜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的想法果然没错 直接以山河建议 化作一道山河屏障 阻隔领域武者 凝聚天地法则之力 就能极大地削弱他们的实力 哪怕只能阻隔一瞬间 但这一瞬间 也足够分胜负 分生死了 当然 这也是许颜的山河建道 已经非常强大与凝炼了 才能做到这一步 也是大统领轻敌之下 且未曾料到天地法则之力 会被阻隔的缘故 从大统领出手 倒被许颜勤拿 不过瞬息之间 等到围观者回过神来 全都震撼不已 大统领竟然被勤拿了 而且 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啊 这年轻人是谁 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就连捂着肿胀脸颊的那名天骄 此刻都惊呆了 脸都觉得不疼了 毕竟连大统领都毫无反抗之力 他算什么 能够保住一条命在 都是对方手下留情了 阁下何人 大统领黑着一张脸 剑神许颜 许颜淡然一笑 拎着大统领与谢凌峰一起 进入了城主府 随手就将对方放开了 谢兄 走吧 许颜笑着说道 好 谢凌峰点头 心里感叹 不愧是许颜 不论是在内狱 还是来到了灵狱 一如既往的强大 一无既往的所向披靡啊 剑神许颜 大统领一呆 旋即头皮发麻 他想到了一个人 曾经堵千五殿山门挑战 更是公然夺走千五殿神器 冷绝刀的绝世天骄 他 竟然来云天城啊 而且 直接在城主府里打人 这 倒是非常符合对方的行为作风 当年都敢堵千五殿山门挑战 几年过去了 实力更是强得可怕 在城主府揍人算什么 杀人都只是小事啊 城主府外 围观者都是一正 剑神许颜 剑王若是听到他这名头 岂不是要气炸 有人嘀咕道 你懂什么 剑神许颜 是十八周的绝世天骄 当年堵千五殿山门挑战 当着一众千五殿强者的面 夺走千五殿神器的凶人 我说呢 怎么会有如此狂的人 原来是许颜啊 那正常了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放眼淋浴 能如此狂的人 除了许颜 我想不到第二个啊 许颜竟然来云天城了 而且似乎与谢灵峰这个沉寂 天骄交情深厚 这下子热闹了 你们说 许颜如此挑衅 城主会不会出手镇压许颜 不会的 城主出手镇压许颜 成功了被逢以大欺小 失败了 那就脸面尽失了 怎么会冒险呢 你大打啊 你竟然敢质疑城主的实力 号称天下见到我为尊 堵千五殿山门挑战 当着千五殿众强者面 夺走神器 从不遵守规矩的言 来云天碧海城啊 消息瞬间席卷四方 传遍了云天碧海城 渐渐的 更有小道消息传出 许颜是来镇压碧海天骄的 他要告诉灵域天下 天骄他为尊 消息传开 碧海天骄沸腾了 只是 许颜出手擒拿下大统领的实力 让无数碧海天骄泄气 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呀 但也有不服气的天骄 又要与许颜一战 云天碧海城 因为许颜的到来 而变得喧嚣了起来 城主府一座高楼上 傅天海站在走廊上 在他左右 分别站着谢天恒与傅云 本来傅云准备去解围的 但被傅天海自制止了 不愧是许颜啊 谢天恒感叹一声说道 接着 瞥了自己的老丈人眼 看到了吧 不让去解围 现在丢脸的是城主府了吧 傅天海脸都黑了 抬手按在谢天恒肩膀上 笑着道 你敢质疑我的决定 谁给你的勇气啊 别以为你有剑王之名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在我眼里 你还是不够看啊 谢天恒呲牙咧嘴 他此刻宛若被一座大山压着 浑身都快要散架了 这老丈人的实力 是真的太强了 不过他不服气 哼哼着道 我若是与你同境界 你绝对不是我对手 以境界压人 也是凭实力 傅天海冷笑 啊 我若是你这个年纪 境界早就甩你现在几条街了 作用如此多修炼资源 修炼如此长时间 才这么点实力 若是我绝对会感到丢脸的 谢天恒依然嘴硬 傅天海五指一握 沉默了半嗓 道 你太不笑了 哼 操 一大蹊跷 你丢不丢人 老丈人揍女婿 丢什么人 傅云一脸无奈 谢天恒刚来的时候 还是很低调的 一点也不张狂 对老丈人言听计从 各种讨好 令他都一度怀疑 谢天恒 还是不是自己当初认识的人了 竟然改了脾性 结果 实力提升上来之后 终于又恢复了张狂模样 爹 你下手轻一点 傅天海一听 下手更重了 庭院里 许言与谢凌风叙旧之后 便开始传谢凌风 神圆镜舞蹈之法 同时将丹药取出来 辅助谢凌风修炼 谢兄 你在神异景圆满 已经打磨了很长时间 敌运有了一些积累 但还不足够 再积累一些敌运 突破之时 蜕变升华几身 一入神圆镜 实力便能更强 许言指点着说道 接下来的半个月 许言都在指点谢凌风修炼 指点他的剑道 直到谢凌风积累足够底蕴 开始闭关突破神圆镜时 许言才见到了久别的谢天恒 以及谢凌风的母亲 城主千金富云 只是 谢天恒鼻青脸肿的 仿佛被人暴揍了一顿 他不由得好奇了 碧海剑王被谁给暴揍了 有疗伤丹药吗 给我一枚 那老儿下手太狠了 谢天恒捂着脸道 几天了 一股力量缠绕在他脸上 使得他无法恢复伤势 这么尊荣 自然是不能外出了 否则岂不是有损剑王之威 许言恍然 原来是被老丈人揍了呀 将一瓶丹药 递给了谢天恒 又是一番叙旧 谢天恒介绍了傅云 一说起傅云 他就得意不已 自己当初在内狱 就取到了傅云这个身份 尊崇的灵域天之娇女 放眼内狱无人能比 这也是他当初在内狱 看谁都是废物的原因 剑道有些停滞了 我总感觉差一点才能突破 谢天恒叹了一口气 他是来向许言 请教剑道上的感悟的 许言接下来 自然是指点了 谢天恒剑道一番 刚指点完谢天恒剑道 一名管事匆匆而来 道 小姐 万兴武道院的黎少 点名要挑战许言许公子 黎少 傅云诧意不已 谢天恒眉头一皱 道 这家伙 怎么来挑战了 许言眉头一挑 好奇地道 黎少 实力如何 黎少 被誉为万兴武院 当代第一天骄 甚至有碧海第一 天骄之称 剧文已经凝练了 三道天地法则气息 傅云介绍道 谢天恒补充道 传闻黎少 身具灵体 许言来了兴趣了 一直素闻灵体天骄 却始终未能一战 这个黎少 竟然是灵体天骄 难怪已经凝练了 三道天地法则气息了 灵体 更清静天地灵机 更容易凝练天地灵机 与天地法则气息 看向管事道 告诉黎少 想要挑战我可以 打败那个大统领 否则他没有资格挑战我 虽然对灵体天骄好奇 不过也并非 谁都有资格挑战他的 打败了大统领之后 再来挑战他 若是连大统领都无法击败 就别想着挑战他了 这个 管事看向傅云 得到傅云允许后 这才匆匆离去 没多久 管事又匆匆而来 小姐 海灵族的海波 点名要挑战许公子 傅云再次诧异了 海波是海灵族当代最强天骄 传闻其血脉不俗 是当代海灵族长的孙女 传闻凝联了三道天地法则气息 与黎少并称为碧海双骄 傅云介绍道 老规矩 打败了大统领 我就接受挑战 许颜首一挥地道 管事又匆匆离去 大统领脸色很黑 看着气势汹汹 来挑战他的一男一女 他几乎要吐血了 对方本是来挑战许颜的 结果许颜设了门槛 只有打败他才接受挑战 这让他很郁闷 心里甚至懊悔 当初就不该出手的 现在好了 谁都知道他大统领 不是许颜义和之敌 大统领 请赐教 黎少手里握着一柄枪 沉声开口道 大统领黑着脸 盯着黎少道 我认输了 现在你可以去挑战许颜了 岂知黎少摇头道 我黎少 岂会做这种弄虚作假之事 天骄之战 那就堂堂正正交锋 若是无法击败大统领 那便说明 我没有资格挑战许颜 大统领 还请你尊重一下我 看着不修蝙蝠 短发浓密 留着短短的胡须的黎少 大统领几乎要吐血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认真 特么的 他黑着脸 看向海波 道 我认输 你去挑战许颜吧 你放屁 我海波可是要做海灵王的人 岂会弄虚作假 你大统领不要脸 我海波要脸 我特么 大统领脸色更黑了 海波是海灵族的宝贝 哪怕出言不逊 他也无可奈何 这丫头脾气就这样 整个碧海都出了名的 深吸一口气 道 既然如此 你们出手吧 海波手里持着一柄 湛蓝色的叉子 这是海灵族的 神器之一分海叉 只见他俏丽的脸上 露出怒容道 大统领 你这是瞧不起谁呢 你有资格 让我与黎少联手吗 黎少点头 表示认同 大统领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他手一抬 一柄刀在手 先出手 黎少看了一眼海波 我先出手 打败了他 你再出手 胜算就高了 你放屁 我海波 岂会讨人便宜 然而 因为谁先出手问题 黎少与海波先打了起来 大统领几乎吐血了 这特么严厉 还有没有我这个大统领了 似乎 自从许颜来了之后 自己这个大统领之威 持续下滑当中 谢灵风突破神渊镜了 许颜没有等来 黎少和海波的挑战 也没有关注这二人 大抵似乎 没能战胜大统领吧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资格挑战自己了 谢灵风突破时 也蜕变升华几身 武道根基真正的彻底 转化为了大荒武道的根基 并且获得了灵骨 出入神渊镜的谢灵风 虽然远没有许颜当初时的实力 不过战胜恋神巅峰舞者 却是毫无问题的 纵然是凝练了一缕天地灵机的舞者 也能一战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输给谢天恒多少了 神渊镜的玄妙不止于此 谢灵风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 可以再次将曾经的手下败将 再次踩在脚下了 随着剑道的感悟提升 谢灵风一旦突破神渊镜圆满 实力不会输给云天城主 甚至还要强一些 不论如何 谢灵风也是天骄 实力不能以寻常舞者而论 许颜开始传授 谢灵风神通镜舞道之法 这需要一些时间详细讲解 让谢灵风不但可以铭记下功法 更能明悟功法 传授完神通镜舞道之法后 许颜将神像镜功法 也传授给谢灵风 至于破须镜舞道之法 他也没有参悟出来 自然无从传授 何况 对于谢灵风而言 神通镜都有些遥远 更遑润神像镜了 足够他修炼很长时间了 以后再传破须镜功法 也不迟 传授完谢灵风功法 指点了剑道 留下丹药之后 这一趟云天碧海城之行 便告一段落了 许颜接下来要去探索碧海 寻找碧海神物 傅云将一份碧海海图送给许颜 上面有关于碧海的一些凶险之地 宝地 乃至可能出现神物的海域 比当初彩莲介绍的 要详细得多 正当许颜准备告辞离去 探索碧海 寻找神物之时 黎少与海波 竟然来挑战了 二人都分别击败了大统领 这让许颜诧异 一番了解才知道 当日黎少与海波 因为谁先出手击败大统领的问题 发生冲突 结果二人打了起来 彼此都受伤了 只能休阳几天 再分别击败大统领 来向他挑战了 那就让我见一见 碧海天骄的能耐吧 许颜笑了一笑 战斗之地 选在了云天碧海城外的海上 消息传出 云天碧海城轰动了 无数舞者汇聚在决战的海域 等待着天骄大战的来临 一方是碧海最强的天骄 一方是来自十八州的 剑神许颜 都是声名赫赫的存在 许颜傲然立在海面上 看向对方两人 黎少给人一种流浪青年的感觉 不修蝙蝠 头发短杂乱 续着短短的胡须 手里持着一柄枪 海波儿容颜俏理 身材略显娇小 但胸脯傲人 手持一柄分海叉 你们两个一起出手吧 我赶时间 许颜持剑在手 淡然地说道 许颜 你果然很狂 但我黎少 不屑于人联手 胜就胜得光明磊落 败也要败得光明磊落 我可不是十八州的那些 林宗无耻之徒 黎少持枪踏浪而来 随着他不断前进 气势不断激荡 哄 海浪涌起 宛若化作一柄大枪 黎少身上灵光涌现 天地法则之力汇聚 与他灵体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灵体啊 许颜感叹一声 灵体清净灵气 清净天地灵机 同样地更与天地法则之力契合 故而更容易凝聚天地法则之力 并且可以与天地法则之力 融合在一起 同样凝练了三道天地法则气息 这也是黎少 实力强于大统领的缘故 许颜一剑斩出 碧海化山河 浪涛化为了无数柄剑 刹那之间 山河万剑激荡而出 杀 黎少神色一宁 长枪挥舞之间 不断崩飞海浪所化的剑 踏浪前行 一网无前 一人一枪 仿佛要杀穿山河 破灭万剑 哄 许颜抬手一握 四周海浪涌起 化作一柄柄巨剑 瞬息之间 巨剑环绕 剑阵显威 不过刹那之间 黎少就被困在了剑阵之中 左之右处 无法冲出来 你不出手吗 许颜看向海波挤道 哼 那就会一会你 海波神色凝重 手中分海差一点 海浪分开 旋即一股惊涛骇浪之力 从碧海之中涌现而出 海灵族 海中的霸主 碧海是海灵的主场 海波借碧海之威 整个人被碧海笼罩在内 掩盖了自身踪迹 向许颜发起了进攻 许颜微微一笑 脚下一踏海面 轰然一声 一条金色巨龙 在惊涛之中浮现 刹那之间 海波就被逼出了碧海 甚至 它失去了借碧海之力 仿佛 这一片海域 已经换了主人 观战者进阶骇然 这是什么手段 召唤真龙吗 真龙行义 已然具备了一些真龙的能力 欲海之能 海灵族又如何能与真龙相比呢 在金色巨龙出现的那一刻 这一场战斗的胜负 已经没有悬念了 胜负已分了 傅天海感叹地说道 在他身旁的是 海灵族族长 此刻他神色无奈 叹息一声道 许颜此功法 当真神妙啊 模仿真龙之威吗 灵欲天骄许颜未尊 谁也无法撼动了 傅天海笑道 十八周超然灵宗的那些人 也无法撼动 海灵族长差一道 你觉得黎绍宇海波 会输给那些人吗 傅天海笑了一笑道 超然灵宗的任务是什么 他这个城主岂会不知晓 云天碧海城 也是归属超然灵宗之列的 海灵族长点了点头 换了一个话题道 天骄之战 碧海参与吗 让年轻人自己决定是否参与 神桥开启在即 机缘又来了 你我也该登灵神桥 去往神桥彼岸了 傅天海笑着说道 海灵族长点了点头 目光重新看向战场 胜负从一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 黎绍宇海波连手都败了 随着碧海两大天骄落败 也意味着许妍镇压了碧海 这一带所有天骄 剑神许妍之名 从今日开始 名震碧海 击败黎绍宇海波后 许妍没有逗留 顿海周浮现 他站在顿海周上 向谢灵峰挥了挥手 顿海周化作一道淡蓝色光芒 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 先去最近的一个碧海宝地 接着再去碧海绝渊 最后去碧海黑潭 然后差不多该回去18周 参与天骄决战了 许妍站在顿海周上 看着手里的海徒 对接下来的探索路线 做出了决定 而谢灵峰 此刻正看着曾经的手下败将 露出了笑容 从今天开始 这些手下败将 都将再次被他踩在脚下 许妍在碧海寻找神物 而孟冲也在行走淋浴 感悟自身舞蹈 天灵舟 妖族创立之后 对天灵舟的掌控 正在不断增强 甚至开始训练出一支军来 在猪行政的区所 此刻 赤猫正搂着朱行政的肩膀 力爪有意无意地伸了出来 在朱行政胸前晃悠着 风锐的力爪 看得朱行政头皮发麻 不错 朱兄弟果然是个懂买卖的人 接下来我们大干一场 一起发财 赤猫非常满意地说道 朱行政却是欲哭无泪 他感觉自己继续 与这只胖虎合作下去 恐怕会被人打死 太特么缺德了呀 青州是一个富裕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把市场扩展到青州 朱兄弟你认为如何 赤猫找紫上露出来的力爪 晃悠了几下问道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一定会把青州市场打开的 朱行政一脸正色地道 很好 那就麻烦朱兄弟你了 赤猫抬起爪子 拍了拍朱行政的肩膀 露出了笑容 大王 这种生意做不长久啊 要不我们换一个方法 朱行政想了一想 挤出笑容说道 不需要长久 这就是一笔过的买卖 所以你要一次性物色一大批客户 赤猫沉声道 那好吧 朱行政认命了 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吧 赤猫将一个藏物袋交给他 道这里面有御令三百枚 其中超六阶的御令六枚 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道 朱行政接过藏物袋 手都微微有些颤抖 但不得不为 特么都上贼船了 想要下船 哪是这么容易的 朱行政离开了天灵州 进入了青州之地 开始售卖御令 售卖零售 没错 朱行政与赤猫合作干的事情 就是售卖零售 若是正常售卖 朱行政倒不会如此提心吊胆了 只因这买卖不正常啊 御令是假的 根本无法御使零售 而卖出零售之后呢 赤猫就带领一众零售 杀入买方家里 以对方拐卖妖族的罪名 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买零售的舞者人都吓死了 一群超六阶零售杀来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哪还敢讨价还价 便宜买了一只零售 结果全部身家都赔出去了 零售也没了 亏得脸都绿了 朱行政严重怀疑 自己这个零售贩子 可能会被围殴打死 青州是超然林宗御令府的地盘 是极其富裕的益州 这里的舞者都喜欢御使零售 喜欢抓捕零售 朱行政售卖零售价格低廉 自然受到了欢迎 而且售卖的零售 竟然都是六阶零售 甚至有超六阶的零售 这下子青州的林宗坐不住了 用了什么手段 才预示了超六阶零售 要知道 整个青州 只有御令府 才有超六阶零售存在 最后 御令府的一名长老 找到了朱行政 要购买下他的所有零售 朱行政一口答应下来 交易地方 在御令府的一处分院里 零售被朱行政驱使来了 其中几只超六阶零售 是一路破口大骂来的 御令府的人才恍然 这小子竟然这么会骗零售 连超六阶零售都被骗了 御令府的长老 甚至想要购买 他骗零售之术 朱行政只能糊弄过去 交易完毕后 朱行政慌忙开溜 因为 这些零售根本就没有被遇使 很快就会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 一件震惊青州的大事发生了 一只斑斓猛虎 自称大妖王 率领一众超六阶零售 杀入御令府分院 破口大骂御令府长老 竟然拐卖妖族云云 直接扣押了御令府长老 更是扬言要御令府给一个说法 必须赔偿妖族损失 妖族 此刻 青州震动 御令府震动 灵兽一族 何时变成妖族了 御令府强者震怒 岂会屈服 自然是强势出手了 然而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只大妖王实力之强 丝毫不输给御令府主 甚至大妖术之玄妙 更胜几分 比如瞬息之间 制造了一个迷乱颠倒的幻想 使得御令府两个长老 一时不察 被超六阶灵兽偷袭 被抓走了 灵兽一族的实力本就强大 而大妖王实力更强 而且似乎有些无耻 手段也不可思议 御令府一时不察 就吃了大亏了 最后 御令府御使灵兽出手 又要强势镇压下妖族 结果那个大妖王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解除了一只被御使的 超六阶灵兽的束缚 更是在大妖王的花言巧语之下 那只超六阶灵兽 眼神狂热直接背叛了 嗷嗷叫着 要为妖族振兴奉献 御令府真的被吓到了 仓促之下 没有应对之策 只能捏着鼻子进行谈判 同时 派人去追杀朱行政 这个灵兽贩子 相当可恶 不久之后 关于朱行政这个灵兽贩子 与灵兽勾结在一起坑人的事情 被曝光 整个青州到处都是朱行政的悬赏 朱行政脸都绿了 吓得躲在天灵州 哪里都不敢去了 就连万事盟都不敢回去 毕竟他连万事盟的几位强者 都坑了一把 他不想坑万事盟的人的 奈何对方被赤猫盯上了 在赤猫的利爪威胁下 他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如今 已经回不了头了 报应啊 朱行政欲哭无泪 坑骗灵兽多了 结果反被坑了 天灵州与青州交界处 御令府与妖族正在进行着谈判 这一次 连御令府主亲自出面谈判了 而妖族一方 赤猫体型宛若一座小山般巨大 坐在一把巨大的椅子上 两只前爪放在扶手上 俯视着前方的御令府重强者 在他左侧是玉小龙 右侧是小哈 三大妖王齐出 在三妖王身后 是一众妖族超六阶强者 御令府阵营里 崔花宇看着那只大妖王 露出了疑惑之色 怎么看着如此熟悉呢 似乎是那只大猫 御令府 欺我妖族太甚 拐卖我妖族而狼 欲是我妖族而狼 齐齿大辱 今日你御令府 必须给一个说法 赤猫妖威浩荡 威猛的声音传荡而出 御令府主嘴角抽了一抽 总觉得这只胖老虎 似乎很喜欢端架子显威风 只是 这什么妖族 是怎么回事 灵兽 无奈大妖王 大妖王阁下 我御令府与你灵 妖族有些误会 这些误会 都是那个灵兽贩子制造的 放屁 哪来都误会 那贩子肯定是你御令府的人 休要狡辩 必须给一个说法 御令府主脸色发黑 妖族与御令府的谈判 正在进行当中 而在谈判的后方 一座山峰上 一艘非洲悬浮着 这赤猫 学坏了呀 李玄感叹一声 这只文化虎 竟然学会坑人了 赤猫看起来很威武嘛 月儿感叹道 我还是喜欢胖乎乎的小赤猫 素灵秀嘀咕着 谈判在进行中 剑板弩张之势越来越强烈 赤猫胃口太大了 一开口 就要御令府赔偿十万株神品灵药 御令府主差点炸了 十万株神品灵药 这只胖虎可真敢开口的 谈判继续 最后赤猫 与御令府主大战了一场 御令府主脸色很难看 他竟然险些扛不住大妖王的狂暴攻击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谈判达成了 赤猫非常满意 这一笔买卖值了 至于御令府的抱负 他才不拒 天灵洲是最好的屏障 哪怕御令府联合其余超然灵宗 也无法将妖族剿灭 反而会损失惨重 御令府带回了被抓的长老 赤猫等妖族退回了天灵洲 喵喵 赤猫与御小龙 小哈在安排好妖族任务后 就跑到非洲里来了 一如既往 赤猫变成了一只胖乎乎的猫 兴奋地跑到李璇脚边蹭着 讨好着主人 接着又去讨好素灵秀 顺便 将从御令府弄来的灵药 交给素灵秀 赤猫 你出去了啊 素灵秀揉着胖乎乎的赤猫脑袋 笑颜如花地道 喵喵 赤猫得意洋洋 御小龙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许颜 有些失望 小哈没有见到方浩 也是如此 他们没有在非洲逗留太久 便返回妖族圣殿 处理妖族事务 非洲在天灵洲四处飘 赤猫趁此时机 留在非洲里讨好主人 讨好素灵秀 顺便补充已经消耗完毕的丹药 你的大妖术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如妖族神通 也该多物物 李璇手里的玉如意 轻轻敲了敲赤猫的脑袋道 赤猫点头 你已经领先了其余灵秀 一步先步步先 可以挑着传达妖武道了 你既然要创立妖族 那便误一误化形之术吧 李璇抬手将编出来的化形之法 以点妖术的法门 传入赤猫意识中 既然是妖族了 若是不懂得化形 只能是兽类模样 与印象中的妖族终究差了一些 赤猫若有所思 化形 他想起了自己人力而战 爪子搂着朱形正的情形 若是化形之后 顶着一颗威武的虎头 肌肉球结威猛 一只大手拎着朱形正的情形 似乎也很霸气啊 而且 化形之后 大妖武道也会不同了 可以与武者一样施展武技功法 喵 赤猫点头 必须要化形啊 师傅 我觉得赤猫 还是这样子可爱 化形后就不可爱了 素灵秀嘻嘻笑道 喵喵 赤猫慌忙表示 自己一直都会这么可爱的 只会在外面才化形 李璇哑然失笑 赤猫可真够精的 知道怎么样 才能获得更好的待遇 非洲在天灵州飘荡 赤猫让妖族收集 送来了不少灵药 在离开天灵州前 素灵秀给了赤猫一堆丹药 有了这些丹药 妖族的实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而赤猫也开始培养妖族天骄 培养属于自己的妖族子弟 去云山州吧 素灵秀说道 杜玉英与云淼淼淼 在云山州太淼宗 正好可以去见一见故人 非洲前往云山州 更是在距离太淼宗最近的 一座大城外降临 消息传到了太淼宗 杜玉英与云淼淼淼 从太淼宗下来前往长青阁 翠儿与无双自然也在 故人重逢自然又是免不了一番叙旧 李璇也给当初的玉符 注入了一道神通 增强玉符的威力 时间如流水 匆匆不等人 天骄争锋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灵域天骄榜 已经列出了天骄名额 许颜 孟冲 方浩 素灵秀为列前四 在榜单确立的那一天 素灵秀出手 将原本排名第四的天骄击败 他顶贴了对方第四的位置 除了这一张天骄榜外 超然灵宗的核心弟子 却是并没有列入在内 虽然没有列入其中 却同样有着参与决战的资格 这就是超然灵宗的特权 谁也撼动不了 天骄争锋的决战之地 已经确定了下来 在红州 红州也是近海之州 与雾州一样 属于与碧海相连的州 也是历代灵宗天骄 争夺名额的决战之地 这一次天骄争锋 前100名 将会获得一个名额 以及一场机缘 至于是什么机缘 名额用处为何 几大超然灵宗都没有透露 三个月后 便是天骄决战开启之日 各方天骄 灵域强者 全都开始向红州汇聚 整个灵域武道界 都被这一场天骄争锋的决战所吸引 这一次天骄争锋 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宾州的天骄 也被人忽略了 超然灵宗 因为万事盟之事 自然无暇顾忌太多 其余灵宗也没有关注这些事情 浑然不知道 冰州已然发生了巨变 危机正在悄然之间到来 红州 因天穷常见红光而得名 非洲降临在决战之地的一座山峰上 李玄眺望着不远处的碧海 许颜也该快归来了吧 半个月前 许颜突破神圆境圆满了 而素灵秀 孟冲也突破了神圆境大城 方浩凝练了第四枚天地奇纹 境界相当于神圆境 他的奇门武道 越发精纯 阵法 炼气 禁止 天地奇门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拜见前辈 武天南恭敬的行礼道 李玄点了点头 这一次天骄争锋决战 决定了万世盟与灵宗的胜负 也决定了灵狱的最终格局 武天南自然要来为万世盟作阵 虽然他还没有突破下一个境界 依然受到了一些限制 不过实力却已大幅提升 隐约间已经触摸到了下一个境界的门槛 师傅 孟冲回来了 李玄点了点头 孟冲还没有参悟出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一重 不过似乎有些收获 兴许距离参悟出来 不会太远了 孟冲找了个地方盘膝坐下 继续参悟着武道 等待着天骄争锋决战的到来 师傅 方浩背着奇门兵侠过来拜见师傅 恩一 李玄点了点头 大师兄呢 方浩疑惑地道 大师兄还没回来呢 肃灵秀说道 我想请大师兄还有二师兄 为我万事盟助权 方浩开口道 为了确保这一战的胜利 方浩决定请大师兄与二师兄助权 只要大师兄与二师兄出手 超然林宗再多添交 也只有被镇压的份 此战之后 林玉格局已定 他也将接任万事盟盟主之位 没问题 梦冲睁开眼道 谢尔师兄 素灵秀哼哼两声道 师弟 你怎么不请师姐我助权 是不是觉得师姐实力弱 师弟哪里敢啊 这不是师姐不喜欢战斗吗 方浩黑黑笑道 也对 我只打一场 确定第四的位置就行了 素灵秀想了一想说道 这怎么行呢 师姐你肯定是要排第三的 方浩笑道 也对 我是师姐吗 素灵秀一听就高兴了起来 灵域天骄正在汇聚而来 超然林宗也相继降临 而他们的核心天骄 依旧没有显露出来 当然 不少人都看向千五殿 不知道这一战 千五殿能否夺回脸面 毕竟 当初可是被许妍堵在山门挑战 击败了他们的天骄的更是夺走了神器 而且 追杀许妍的掌刀长老 已经没有了讯息 大底是陨落了 就是不知道 是否被许妍所杀 还是出了什么意外的变故 碧海黑潭 一艘淡蓝色的小舟 正在漆黑的海里行进着 一道阵法防御 将海水分开 不断下潜着 许妍已经探索了碧海绝渊 不得不承认碧海绝渊的危险 她在碧海绝渊里 损失了两具神渊化身 但也有所收获 终于获得了碧海神物 而且还不止一件 此后 她来到了碧海黑潭 已经在碧海黑潭里探索了大半年了 曾有一次 险些迷失了方向 靠着定航珠 才重新回到海面 许妍看着手里的几枚神珠 这些都是在黑潭找到的 除了碧海神珠外 她还意外发现了一件残缺之物 似乎是某种兵器残骸 但又与所认知的兵器不同 材质也比较特殊 但可以确定 品阶不输给灵域的神器 这还是残缺状态 若是完整的兵器 恐怕更强 而且 她在黑潭里 发现了一些仿佛久远的古老痕迹 似乎是大战遗留 这里 真的可能是一处战场 神物足够了 还差一点就可以积累足够底蕴 等到天骄决战结束 应该就可以突破神通镜了 许妍心里激动不已 前些天 她本准备离开黑潭 返回十八周 参与天骄决战 未曾料到 一具神缘化身在碧海黑潭某处 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 靠近探寻时 竟然失去了感应 仿佛距离一下子被扩大了 许妍不由的好奇 因而前往那具神缘化身消失的位置 进行探寻一番 只是由于黑潭一片漆黑 不容易辨别位置 花了一些时间 才找到了神缘化身消失之地 应该就是这里了 许妍开始紧慎了起来 放慢了速度 缓缓地靠近着 毕竟神缘化身突然失去了感应 仿佛一下子被吸走了似的 恐怕存在一些危险 咦? 骤然之间 许妍感应到了神缘化身所在 让她吃惊的是 神缘化身处在一个诡异的洞窟之中 这个洞窟非常奇特 看似在海底出现 却又并非海底洞窟 四周没有泥土 给人一种自成空间的感觉 又仿佛在天地之间 洞开了一个窟窿似的 许妍继续靠近 意识与神缘化身联系上 此刻她眼前所见 是一个不足三尺方圆的小洞窟 而神缘化身 正是被吸入了这个洞窟里 诡异的是 洞窟宛若波纹荡漾般 仿佛正在缓慢地扩大 并且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不断在洞窟底部涌现而出 天地法则之力 还有一股渗透而来的力量 似乎将天地法则撑开 形成了一个窟窿 这并非正常的地下洞窟 许妍妍感应着洞窟四周 感应到了天地法则之力 只是仿佛被撑开了在洞窟四周 天地法则之力 使得洞窟里面仿佛不存在天地法则 但洞窟里又有一股未知的力量 正在侵蚀而来 撑开天地法则 形成一个洞窟 许妍小心翼翼 循着与神缘化身的意识相连 慢慢靠近了洞窟所在 一片漆黑之中 几乎无法看到洞窟 只能通过洞窟弥漫而出的 一股特殊的力量 才辨别到了洞窟的具体位置 这是什么洞窟 碧海黑潭的根源就是这个洞窟造成的 许妍诧异不已 此刻 她在洞窟外面 一具神缘化身在洞窟里面 内外两个视角观察 使得她更容易看到洞窟的具体模样 天地法则被撑开 仿佛自成空间似的 就像是洞穿了天地空间 许妍突然一震 脑海中灵光一闪 她想到了神像镜之上的境界 破虚镜 虽然 这个洞窟与破虚镜无关 但洞窟的存在 就仿佛洞穿了天地空间 遗留下来的洞窟似的 这一刹那 许妍有了一些名物 兴许可以将这个奇特的洞窟作为参考 参悟一番破虚镜无道之法 想到此处 许妍盘膝坐在顿海舟上 神意覆盖而出 笼罩着洞窟 瞬间有一种神意要被洞开 又或是要被吸走的感觉 与此同时 洞窟内的神缘化身 也在细细感悟着洞窟 伸出手抚摸在洞窟壁上 任由洞窟的未知力量 将他的手牵扯入洞窟壁中 神缘在破碎 却又不断汇聚 只是如此一来 神缘化身不断在变弱当中 许妍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 破虚镜无道之法的参悟方向 漆黑的洞窟里 许妍的神缘化身 一只手探入了洞窟壁里 正在细细地探查着其中的特殊之处 神缘化身的手不断崩灭 不断被洞窟里渗透而来的 未知力量崩灭 每一次崩灭之后 都会重新凝聚出来 只是神缘化身每一次凝聚崩灭的手 就会衰弱几分 到了最后 许妍干脆直接让神缘化身崩裂 化作一股神缘 席卷在整个洞窟里 甚至与渗透而来的洞窟之力交锋着 洞窟之外 许妍一直在参悟着 破虚镜的五道之法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仿佛下一刻就会明误 何谓破虚 如何破碎天地虚空 如何不受天地空间束缚 这股力量看似不强 却可以撑开天地法则 洞开一个窟窿 可见其特殊之处 而这一股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洞窟底部并非泥土 而是一种未知的力量组成 似乎是天地法则 也似乎是一种空间根基 这个洞窟是怎么形成 是怎么存在的 而且 还在不断的缓慢变大当中 这个速度虽然很慢 但却是没有停止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洞窟恐怕会变得很巨大 就仿佛洞窟里是另一个小空间 许言随着参悟 对于这个神秘洞窟的出现 有了更多的疑惑 破虚境的五道之法 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只是 他很疑惑 这个洞窟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是天地之间出现了某种变化 进而出现的洞窟吗 天然形成的 不论洞窟因何出现 却是让许言有了一些感悟 触摸到了破虚境五道之法的门槛 洞窟里的神缘彻底消失了 许言再次奋出一具神缘化身 进入了洞窟里 继续参悟着 观察着洞窟的变化 时间匆匆 眨眼就是大半个月过去了 许言从参悟中睁开眼睛 看向漆黑的洞窟 已经扩大了一点点 只是现阶段似乎停滞了起来 受到天地空间的压制 无法进一步扩大 只差一点点 就能够参悟明白 破虚境之法了 许言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终究未能彻底明误破虚境之法 不过也只差一点点了 只要花些时间 梳理一下感悟 再参悟一番 应当就可以明误出来 该回去了 天骄决战 应该快要开始了 许言抬手一挥 两枚定行珠飞出 一枚进入了洞窟里 一枚落入了洞窟之外 数十丈的海底里 有了定行珠定位 就不用担心 无法找到洞窟所在了 收回了洞窟里的神缘化身 许言看向四周 一片漆黑 视线受到阻隔 就连神意也受到了限制 碧海黑潭 存在一定的危险的 除了会迷失方向之外 还存在着一些宛若残魂般的存在 只是这些类似残魂的存在 比较特殊了一些 具有一股怨念式的 具有极强的恶意 遇到生灵就会冲上来 许言曾亲眼见到一头海兽 被古怪的类似残魂的存在 给撕碎吞噬了 非常狂暴与残忍 仿佛与海兽有着深仇大怨 也曾斩杀过一只类似残魂的存在 许言并没有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顿海洲射出光芒 照亮了漆黑的海域 许言操控着顿海洲 开始离开碧海黑潭 在许言离开洞窟不久 洞窟底部突然一阵波动 一只仿似眼睛的东西 隐约出现在了底部 从洞窟里往外看 眼眸之中露出了些许疑惑之色 怎么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眨了眨眼睛 似乎努力看向洞窟之外 而原本被撑开的天地法则 骤然变得震动了起来 开始向洞窟挤压而来 洞窟震荡 随着挤压缩小了一圈 那只眼睛从洞窟底部消失了 许言操控着顿海洲 已经来到了碧海黑潭外围 他突然回头看去 露出诧异之色 刚才黑潭似乎出现了一些动荡 隐约间感应到了 天地法则的震荡之力 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 便又消失了 算了 还是回十八周吧 许言摇了摇头 压下了回去看一看的心思 顿海洲冲出海面 化作一道淡蓝色的光芒 消失在天地 而碧海黑潭仿佛一如以往 没有任何变化 但那个神秘的洞窟 却是又一次开始了缓慢扩大之中 洪洲 天骄汇聚 灵域诸多强者汇聚 不同以往的 林宗之间的天骄较量 这一次因为万世盟的横空出世 天下散修天骄也都参与了进来 传遍了整个灵域 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五道圣事 不过 哪怕是这种圣事 洪洲之外的舞者 想要来观看 最少也需要炼神天人的实力 否则 光是长途跋涉 都存在不少的危险 这一天 距离天骄决战之日 只剩下了三天了 骤然之间 一声咆哮响响彻天空 但见妖云滚滚 妖威浩荡 在妖云之中 几只巨大的灵兽 驮驼着一张金色的椅子飞来 是赤猫 素灵秀差一道 李璇嘴角抽了一抽 自己养的这只大猫 是越来越懂得装逼了 一众舞者进阶抬头看去 惊呼道 是妖族 妖族如此大阵仗 难道要来挑衅 灵兽一族 已经很少提及了 自从与御灵府交锋之后 妖族之名已传遍五道界 灵域 自此没有灵兽一族之说 只有妖族 那是大妖王 有人认出来了 金色椅子上端坐着的 就是妖族大妖王 据文 大妖王乃是妖族创立者 但除了大妖王之外 妖族还有强大无比 神秘无比的妖族 而妖族之下 还有妖族至尊 圣母等强大无比的存在 但无人见过妖族的 至尊与圣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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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